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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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聪一脸无辜 实乎自己冤枉 而教书先生也一口咬定是他偷的钱 此时包拯出现了 赵强问包拯 钱不是他偷的 那是谁偷的 这小子一脸惊愕 反问包拯他怎么可能偷自己的钱呢 包拯先说出了他的动机 随后包拯拿出了证据 他扔给了展昭一根竹子 展昭拿在手里看了一下 发现竹子是被打通的空心竹 包拯还原了赵强作案的经过 他趁所有同学在外面玩的时候 从上面的气窗利用这根通心的竹子 把钱栽赃到紫聪的书箱里 赵强说虽然是这样 但是自己也是受害者 展昭也为赵强不解 赵强离开教室的时候 钱的确是在他的书包里 头整解开了这其中的秘密 赵强提前把一根黑线绑在手上 并拴住那捆钱 当他把钱放进书包的时候 用手一拽黑线 钱就到了他手里 再栽赃嫁祸给子聪 赵强承认了是他陷害的子聪 他说自己家里很穷 好不容易才进到书院 他想靠发奋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的钱毛 但是自打子聪来了以后 他就做了千年老二 他不甘心 但是又没有其他办法 就想出了这么一个阴谋 来栽赃陷害子聪 修建大坝的贪污弊案 还没有查出来 因为洪水又发生了瘟疫 皇上十分上火 要求尽快制止瘟疫的传播蔓延 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 兵部尚书定位 皇上则问周存堤坝贪污案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进展 周存说此案牵涉人数众多 而且时间已经非常久远 他认为要想查这个案子 最好先从掌握财政的三思史 陈也申那里入手 皇上马上宣陈也申进宫 但是却得到他已经被堵死的消息 皇上大怒 他下令要彻查此案 包拯到县衙去找公孙策 一个老人拽着一名叫小猫耳的少年 来到衙门 嘴里还不停地说他 这名老人说 小猫耳身上穿着那么厚的棉袄 却不给他母亲穿 结果他母亲被活活冻死 小猫耳解释说 包拯让小猫耳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 他正在检查的时候 圣旨驾到 皇上招包拯进宫 包拯奉命赶往京城 两人进宫朝见皇上 公公正带着他们走的时候 一个小宫女冲了出来 撞到包拯 宫女向包拯道歉 当他们走了以后 公公没有把包拯和公孙策 领到皇上面前 而是带他们到了三思史 陈也申被害的案发现场 公公把陈也申的管家叫进来 管家说他家主人半月没有出过这个房间 忽然就中毒死了 包拯进屋后 首先发现了墙角那边的一小片泥土 同时他也注意到了这个红木箱子 管家说这个箱子是他们主人死的前一天晚上 有人送过来的 两个人在屋里转悠 看看能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忽然包拯发现写字用的墨汁里 好像掺了什么东西 但是又不知道是什么 他还从只剩一小块的墨条得出结论 陈也申学了不少字 包拯问了管家一个问题 两人对视了一下 他们觉得这里面应该有什么问题 旁边一只鸟一只在叫很好 管家说这是他们家老爷养的 他们又在陈也申吃的东西上发现了问题 两人看见饭菜上插着银针 看来陈也申知道有人想害他 所以被加小心 公孙策问管家他们家老爷 有没有让他带出去过什么东西 管家说没有 还说陈也申被害前几天失了声 说不出话来 他都是给管家写字条吩咐做事 还把字条给两人看 包拯问管家怎么发现陈也申遇害的 管家回忆说 他每天都在外面等候陈也申吩咐做事 但是那天屋里始终没有动静 他就打开门 却看到陈也申口吐白沫躺在地下 此时襄阳王来了 他首先将了包拯一军 他还告诉包拯 他已经把案子破了 正在这时皇上驾到 襄阳王一见到皇上就跟他汇报了 陈也申是种了一种叫做屠牛草的草毒 公孙策说这种毒草产自西域 毒性很强 而且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十年之久 襄阳王说 十年前陈也申曾在军中服役 而他所在的永背营 就发生过屠牛草中毒事件 结合这种毒草的潜伏期如此之长 襄阳王下出结论 陈也申就是十年前在军营中中毒 到今天毒发身亡 皇上中赏了襄阳王破案神速 但是 朕觉慈爱一定要过多 朕派你们二人继续侦查此案 他给二人七天时间 让他们破案 皇上赐给包拯一块免死金牌 供他在查案期间使用 就在包拯接过金牌放进腰间的时候 一摸钱袋不见了 他回想起 肯定是那个小宫女 把她的钱包偷走了 包拯找到她 让她把钱贷还给自己 这个宫女不但不还钱 还反过来诬陷包拯 包拯被官兵抓了起来 就在此时皇上驾到 他问宫女叫什么 两个人向皇上解释 其实他们之间闹了一场误会 公孙策检查了陈也申的尸体 他说陈也申虽然是中毒而死 但是在胃里的残渣却没有毒 他还在陈也申手臂上 看到了瘀痕和伤痕 公孙策还在他的鞋上发现了泥土 和在现场留下的那一片泥土是一样的 而且这种泥土不是普通泥土 而是种植兰花的三色泥 公孙策还从陈也申指甲里刮出了碳血 两个人走到了一处种花的地方 屋里出来几个人 让他赶紧走 包拯觉得此案和三联王有关 他们专门拜见了他 联王牵出自己的爱马行诉 说这是皇上遇刺给他的宝马 让包拯试试 以此来考验他事中事间 包拯骑上行诉就跑了起来 公孙策和展昭也个人骑上了一匹马 去追包拯 三联王也不示弱 就在包拯夸刑诉是一匹难得的好马时 刑诉突然疯了 把包拯甩了下去 幸亏展昭及时出手接住了他 才让包拯免于受伤 刑诉把包拯甩下去以后就跑了 几个人正在纳闷刑诉 为什么突然之间性情突变的时候 下人来报 刑诉找到了 但是 刑诉他 他死了 几个人赶到了现场 公孙策在查看了刑诉以后 确认他是中毒而死 包拯推算出下毒的人不是冲着马来的 而是想害死三联王 公孙策近来总是感觉自己有些头晕眼花 他被一个姑娘的大嗓门吸引了注意力 这名女子来找大汉算账 问他白天是不是欺负过一个小姑娘 大汉痛快承认了 他告诫女子不要多管闲事 还拿起棍子 想要打他 公孙策上前英雄救美 却被大汉揍了一顿 就在他准备对这个女子动粗的时候 女子手下拿着棍子赶了过来 小女子为了奖赏公孙策刚才出手相救 就赏给了他几两银子 公孙策看女子如此嚣张 反过来也赏给了他几两银子 女子看他不是为了钱财救自己 就向公孙策道了歉 他问公子尊姓大名 当公孙策爆出自己名号的时候 女子惊住了 公孙策 襄阳王和丁卫变态 为听说公孙策是个人才 一直以来却与包拯不合 三个人商议 应该把公孙策拉拢过来 为他们所用 共同来对付包拯 襄阳王找到公孙策 让他跟随自己破贪污大案 日后必能名声大噪 而他跟着包拯 只会是他的一个随从 公孙策让襄阳王说得有些动心了 公孙策因为最近总是头昏脑胀 他去看了太医 经过太医仔细的诊断 最终得出公孙策患得是一种奇怪的演技 而且他的双目马上就要失明了 公孙策回到住处 看到展昭在抓老鼠 他问包拯干什么去了 展昭说皇上找他 公孙策若有所思 他想起襄阳王的话 随后公孙策找到襄阳王 表示答应他的建议 和襄阳王一同合作 和包拯分出胜负高低 襄阳王挺高兴 他早听说公孙策的书法非常了得 就让他写一幅书法欣赏一下 公孙策在提起毛笔写字的时候 忽然发现字的颜色很奇怪 就问襄阳王为什么是这个颜色 这是用灰州上城之墨 加入马血模制而成 公孙策忽然想起 他和包拯在陈野生的案发现场 发现的也是这种颜色的墨制 他想起了陈野生手上的刀痕 公孙策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他来到案发现场 正巧包拯也在这里 包拯告诉公孙策 他已经查出了陈野生案件的一些线索 他手臂上的刀痕是自己割的 用自己的血水来研磨 而且墨里也没有屠牛草的毒 陈野生根本不是十年前中的屠牛草毒 到现在发作而死 他其实就是最近被人毒杀的 公孙策反问包拯 那为什么在陈野生的胃里 没有发现毒药残留物 而且他半月不出门 每次吃饭还都放上一根银针侧毒 包拯回答不上来 公孙策向包拯摊了牌 他告诉包拯自己要和襄阳王合作办案 来证明自己并不比他差 包拯舍不得公孙策离开 劝他不要轻信襄阳王 公孙策不顾包拯的反对 住进了襄阳府 皇上要举行狩猎比赛了 他告诉大臣们 谁先猎到这只羊 谁就是胜者 狩猎开始了 所有人为了得到皇上的赏识 使出浑身力气去猎捕那只羊 三连王正要射杀羊的时候 一只按剑向他射来 但是没有射中 就当他把箭头再次对准羊的时候 又一只按剑向他射来 幸亏斩招把他拦下 但是凶手两人都没有看到 就在这时 和太极骑马赶了过来 三连王却对此事不以为然 几人继续狩猎 包拯虽没有骑马去射杀那只羊 但是他已不好陷阱 羊最终被包拯捕捉 但是襄阳王却非要把羊带走 包拯不肯 襄阳王正要拿剑射杀包拯的时候 三连王赶到 并派人把包拯捕获羊的消息 呈报给了皇上 展昭这几天老鼠没逮到 却抓住了一只鸽子 他正在把玩之际 包拯发现这是一只 飞往三连王种植兰花基地的信鸽 而且在鸽子身上发现了一个竹筒 里面有一张纸条 全都是数字 一定有什么不可告知的秘密 包拯把纸上的数字抄了下来 然后在鸽子身上做了记号 把纸条放回竹筒 让展昭跟踪他 看看飞到哪里 但是鸽子会飞 展昭不会飞 他跟了一段路就跟丢了 包拯又交给了展昭一个任务 让他去齐州半件事 你不是把东西偷偷放到 小蜻蜓的屋子里 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包袱吗 那你就得替我往齐州走一趟 什么 齐州啊 杨王找到了一间破屋 觉得挺可疑 他把公孙策找来 公孙策看到了一个绑人的架子 他想起陈野生的尸体 也发现了被绑的痕迹 他还在地上捡到了一颗珍珠 好像是陈野生发三上的珠子 公孙策猜测 这就是陈野生遇害的地方 展昭回来了 他告诉包拯任务已经完成 两人来到三联王的兰花种植基地 找到了那只鸽子 但是他们发现信鸽上的竹筒和字条 已经被人取走了 包拯想起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奇怪的事 三联王的马行速中毒 还有向三联王放冷箭 包拯断定联王府有内奸 想要谋杀三联王 但是凶手是谁 怎样实施暗杀计划 包拯想不明白 第二天 他正在街上想此案的时候 他看到几个小孩围在水缸旁边 原来他们几个人的球掉到了水缸里 为了拿出球 他们就往缸里灌水 好让球浮到他们可以够到的地方 包拯问这个聪明的小孩子叫什么 我叫司徒光 球被拿出来了 几个人在玩耍球的时候 司徒光身上掉了很多纸条 包拯问他这是做什么的 司徒光告诉他 这是用来拼字的 人在条上走 条 上 在 走 人 包拯恍然大悟 他马上找到花公公 把密码破解的事告诉了他 花公公吓得不知所措 马上把三连王的去处告诉给了包拯 三连王正在此处引查 周围不断有风吹草动 他身边的守卫全被吸引走了 只剩三连王一人在此 此时他身后出现了一个黑衣人 三连王倒也不惊 而这时包拯和展昭也赶到了 但是包拯没有惊动他们 而是在一旁观看 三连王不但不怕 还让凶手赶紧动手 黑衣人一个窜天猴 想要干掉三连王 展昭把一根树棍扔向黑衣人 与他打了起来 两人从树林里打到了树林外 就在展昭快要抓住黑衣人的时候 突然一群蒙面人跑出来 与展昭打了起来 黑衣人趁机逃脱 三连王把包拯找来 让他不要再插手管刺杀他的事了 包拯拒绝了三连王的请求 他说 这可能与陈野生和贪污弊案有关系 包拯和展昭正在思索 三连王为什么不让他们插手 刺杀他的案子的时候 三连王手下韩大人 正在带领官兵追逐一个黑衣人 展昭上去一棍子就把他打倒 黑衣人承认 是他要在树林里刺杀三连王的 而且他还承认三连王的马行诉 也是他投的毒 凶手被抓到了 但是包拯有些问题还是想不明白 展昭下的老鼠龙终于带到老鼠了 不过却被他跑掉 展昭在追逐老鼠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秘密 他赶紧拉起包拯到了一个下水道里 小蜻蜓也悄悄跟了过来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 只见水道里全是动物的尸体 而尸体上面爬满了老鼠 公孙策也来到了这里 只不过他这次又晚了一步 几个人离开了这里 他们知道为什么宫里总是莫名闹瘟疫了 在修建下水道期间 贪官为了敛财偷工减料 擅自把水道勾去改道 正好遇见十年一件的洪水 把牲畜全部淹死到灌了皇宫 所以才会招来那么多老鼠 公孙策找到襄阳王 向他汇报了这件事 并查出这件事的主谋 就是三连王或是他的手下 不过他现在还差一个有力的证据 包拯到药店查访屠牛草 正好碰到韩大人来买药 包拯让展昭回忆那天 他和蒙面人打斗 伤得对方哪只手 展昭确定是左手 包拯猜测这些蒙面人 就是三连王派韩大人这些手下 故意去阻止展昭的 目的就是不让他抓住黑衣人 包拯想不明白 三连王为什么要这样做 展昭想出了一个办法 找一个人假装刺客 去刑死王爷 包拯找到小蜻蜓 让他假扮黑衣人去完成这个任务 小蜻蜓死活不答应 包拯看软得不行 就来应的 他走到小蜻蜓床前 把一个包袱找了出来 随后他把展昭叫进来 展昭身边还跟着 从齐州领来的一个妇女 小蜻蜓道出了实情 他是在发大水的红笛上 捡到的这个包袱 从包袱的书信里 得知这个女子是来宫里当宫女 于是他就冒充小蜻蜓来宫里了 包拯威胁小蜻蜓 如果不帮忙 他就把他冒充宫女的事情抖出去 三连王来到树林 他让下属全部退了下去 故意等着那个刺客出现 小蜻蜓穿着夜行衣出来了 他拿剑指着三连王 三连王一点也不惊慌 他只有一个要求 小蜻蜓正当不知所措 妄想躲在旁边的包拯和展昭的时候 花公公来了 他看到有刺客正在拿剑指着三连王 惊得大叫起来 展昭此刻跳了出来 他假装抓到刺客 没想到三连王却说 放了他 包拯不肯放人 三连王把剑架在了他脖子上 如果不放人 他就要杀掉包拯 包拯还是坚持不肯放 三连王被气得乱剑飞舞 不小心把刺客脸上的黑布撕了下来 三连王这才看清是小蜻蜓 但是他接下来说的话 让大家摸不着头脑 是我 对不起你的娘亲 三连王说对不起小蜻蜓的娘 让他杀了自己 小蜻蜓马上说他不是小蜻蜓 而是冒充他的 三连王说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小蜻蜓 你娘叫李如 小蜻蜓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问连王是怎么知道的 三连王说 你跟你娘长得一模一样 三连王说起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原来他年轻的时候去苏州微服游玩 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翡翠白玉印章给弄丢了 在寻找的过程中 发现了小蜻蜓的娘李如 她的美貌让三连王惊呆了 但是没有对他下手 几日后在集市上 三连王又碰到了李如在卖字画 两个人因为衣服化聊了起来 最终发展成情人关系 两人在一起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但是有一天 三连王的父亲给他来信 已经为他挑选了老婆 让他立即回家完婚 李如看到这封信后伤心不已 第二天让他的手下交给他一封信 并说李如把他们的东西全部偷走了 三连王看了李如写给他的信以后 大发雷霆 三连王觉得自己被戏弄了 他一声令下让苏州所有官员 一定要把李如捉拿归案 李如最终被逼得投胡自尽 他还给三连王留下了一封遗书 小蜻蜓说他娘并没有死 而且还怀上了他 他娘最后是因为患病而死 而且死之前跟小蜻蜓说 他真的很想回京城一次 包拯猜测他娘临死前 肯定留给了他一样东西 小蜻蜓把印章拿了出来 三连王一看 这就是自己丢失的那块白玉印章 包拯分析小蜻蜓他娘从小在湖边长大 熟悉水性 不可能被淹死 他这么做事以假死来让三连王忘记他 以免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三连王觉得自己非常愧疚他们娘俩 给小蜻蜓当场跪下谢罪 并认下了这个女儿 陆香香派人把公孙策抬着来见他 他质问公孙策为什么总是躲着自己 公孙策告诉给了他实情 我身怀奇迹 就要双路失明了 他不想连累陆香香 所以总是躲着他 三连王跟包拯商量 等过了这段时间 他要把小蜻蜓是自己亲生骨肉的事 公布于天下 给他一个名分 又一只信鸽被包拯拦截了 通过信鸽上的密码 他得知杀害三连王的神秘人物要出现了 第二天包拯带着小蜻蜓和展昭 去了信鸽上的地址 看到和太极在交集等待着什么 突然一群黑衣人冲了出来 与和太极打了起来 和太极眼看打不过这帮人 从身上摸出一个假币戴在了手上 包拯让展昭去敲锣把官兵引来 一群人在听到展昭的敲锣声以后 马上散开 包拯命令小蜻蜓跟踪和太极 和太极负伤跑到了一家小院 小蜻蜓紧随其后 一个女子打开门放她进去 小蜻蜓用轻功进入了院内 女子掺着受伤的和太极进了屋 小蜻蜓把听到的回去告诉了包拯 包拯百思不得其解 他走到几本书旁边 拿起一本档案看了起来 包拯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兴冲冲对两人说 包拯命令展昭跟踪和太极 因为他一定会逃出城 不能让他跑掉 小蜻蜓想不明白 包拯为什么认定和太极 就是杀害三联王的黑衣人 更何况和太极右手还有残疾 包拯告诉他 马上就有答案了 他还让二人先去调查一下 收留和太极女子的底细 两人偷偷摸摸来到女子家里 看到他把和太极送走了以后 急匆匆出了家门 展昭去跟踪和太极 小蜻蜓则跟踪这个女子 和太极找到三联王 说家中老母重病 自己想回家探亲 三联王准许了 和太极走后 包拯过来向三联王提出了一个请求 公孙策因为眼疾问题 去药房拿药 老板是一个特别爱劳道的人 他无意中一句话 让公孙策发现了一个新线索 公孙策问他这个人是谁 老板说这个人 就是联王府的总教头和太极 公孙策向皇上 禀报了案情的最新进展 他说暗钩和堤坝贪污弊案 以及陈野生的毒杀案 都与一个人有关 但是他并没有把和太极说出来 他请求皇上亲自审理此案 他要把凶手当众揪出来 皇上其实还想等包拯查案的音信 襄阳王趁机无赖包拯和小蜻蜓 整日打情骂笑 不务正业 公孙策已经投靠于他 两人多日来废寝忘事查案 皇上一听是这样 就答应了公孙策的请求 和太极在出城的时候被拦了下来 襄阳王有力 包拯和三连王来到和弗莱的目的 命人把棺材打开 打开棺材以后 和弗莱已是一具白骨 包拯仔细观察着尸骨的手指 这一看被包拯发现了问题 皇上此人并非和弗莱 展昭此时过来告诉包拯 和太极在出城的时候 被襄阳王的人扣留了 公孙策在大殿开始向众人剖析此案 他要让凶手自己露出马脚 公孙策首先让陈野生的仆人张炳和和太极来到大殿 公孙策先讲述了一遍陈野生的死亡过程 确认他是被屠牛草毒死 公孙策说这种屠牛草十年前被误当为金银草 运送到军营中 令军中五名士兵不幸被毒死 而陈野生当时也在军中服役 还有他对待自己吃的食物也非常谨慎 表面看来 陈野生就是十年前中毒 十年后身亡 但事实却不是如此 公孙策为了推翻这个说法 拿出了有力证据 他说现在非常流行 将水和自己的血掺盒来研磨墨汁 陈野生也进行了此番操作 他还拿出了陈野生用血水写的那副字 接下来公孙策解释了 陈野生在自己密封的房间内 是如何被毒死的 他说在房间内的根本就不是陈野生 而是凶手 真正的陈野生在凶手诱骗出去 藏在另一个地方 他还列举了三个证据 第一 陈野生房内的墨焰 陈野生平时习惯于用右手洗字 可是案发之后 他的墨焰却被移到了左边 说明这个凶手平时写字的习惯是用左手 和太极此时抬头看了看公孙策 公孙策继续说 凶手写完字以后 忘了把墨焰放回原处 其二就是他在房间内发现了很多泥土 在陈野生的鞋底上也发现了泥土 从而推断出 他曾经外出过 而这些泥土经过调查 正是三联王兰花园里的三色泥 所以可以证明 凶手曾经把陈野生又骗到过三联王的兰花园 然后又骗到近郊的一间屋子里 而这个屋子里曾经放过一些试探 这也是公孙策在陈野生的指甲里发现的 他推测 凶手给陈野生吃了很多屠牛草 他又用一个木箱把陈野生放进去 送到他家中 并且要让他亲自签收 而藏在房间内的凶手正好验收了这个箱子 皇上问凶手是怎样假扮陈野生躲在房间呢 公孙策说证据就在于这几本账簿和字条当中 凶手为了不暴露自己 就谎称喉咙不舒服 不能说话 随后就开始以写字条的方式 与老仆张炳沟通 而凶手之前早已学会陈魔陈野生的笔记 公孙策把这些证据连接起来以后 拿出一封信 他说写过这封信的人就是凶手 和太极一听极了 结巴着说他根本没有写过这封信 更不承认自己是凶手 公孙策此时讲出了实情 这封信确实不是和太极写的 这是他伪造的 末地就是让凶手着急 从而暴露自己的身份 此时他把另一个重要的证人叫人提了进来 他就是陈野生房间内的那只八哥 因为平时陈野生总教这只八哥说话 八哥也很聪明 一学就会 但是公孙策发现一个问题 这只鸟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就会跟和太极一样 和太极眼看自己已经没有解释的余地了 掏出刀威胁众人 被旁边的侍卫贺奔一刀给劈了 公孙策还解释了 陈野生和和太极都与宫中暗钩贪污案 和堤坝贪污避案有关 而陈野生也因为顶不住来自皇上的压力 想要写书信告发 所以和太极就把陈野生杀了 皇上对公孙策的聪明才智非常欣赏 并赐给他英雄本色四个字 包拯带着展昭找到公孙策 试问公孙策为什么不和他商量一下 就把和太极暴露出来了 公孙策认为包拯是嫉妒自己 包拯一把拉过他 来到了被势中的和太极尸体面前 他让展昭把和太极右边的衣服划开 眼前的一幕让公孙策惊呆了 他又带着公孙策来到绑架陈野生的屋子 包拯告诉公孙策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绑架陈野生的案发现场 包拯还告诉他 地上也没有三色泥 如果陈野生来过这里 一定会在地下留下三色泥 公孙策一听崩溃了 他实在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在背后布这个局 包拯告诉他 此时陆香香悄悄跟着他们几个过来了 他一直在屋子外面偷偷听着三个人的讲话 公孙策不敢相信自己被骗得这么惨 包拯还告诉他 和太极就是当年已经被判了死刑的药伤和弗莱 他把验尸一试跟公孙策讲了一遍 躺在棺材里的其实并不是和弗莱 而是一个替死鬼 真正的和弗莱就是和太极 幕后凶手想要利用和太极 把陈野生和三联王杀掉 然后再把和太极干掉 因为公孙策的鲁莽形势 导致和太极这个替死鬼被处死 而背后的真正主使者却逍遥法外 公孙策听后实在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他跌跌撞撞跑出屋外 陆香香把包拯教训了一顿 他把公孙策快要双目失明的消息告诉了包拯 并告诉他 这就是为什么公孙策要急着破案 他想在失明以前迎包拯一次 包拯知道这个真相后感到非常愧疚 他没有想到公孙策会遭此厄运 公孙策在雨中一路向前奔跑 他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但是又不得不接受 他气得把皇上刺的英雄本色四个字撕成了碎片 陆香香追了过来 两个人在奔跑中滚到了山坡下面 陆香香搀扶着公孙策到了附近一家寺庙 但是公孙策第二天起来以后 因为经受不了昨晚的打击 导致病情加重 所以双目失明 公孙策像疯了一样在寺庙中到处冲撞 他实在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小蜻蜓找到包拯 那名女子的身份 她已经调查清楚 原来她是和太极的夫人 名叫刘蕊 但是她如今已是钱巴里的情妇 这个刘蕊花心得很 她不光是钱巴里的情妇 她还是一个叫假心商人的情妇 而这个假心 正是一名军需供应商 包拯听到这里顿时大车大悟 她已经知道整个案件的真相了 包拯三个人偷偷来到军需库 展昭把守在门口的侍卫引开 包拯和小蜻蜓两个人趁机溜进库房 把箱子撬开 包拯拿起木箱里的军衣 用力折了折 他又打开另一个箱子 拿起里面的棉被查看了一下 展昭把侍卫引走后回到库房门口 给包拯把风 此时贺奔带着人来到库房 展昭灵机一动 包拯和小蜻蜓收到展昭的信号 立即躲进了箱子里 贺奔进屋查看了一下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正当要离开的时候 小蜻蜓忍不住打了两个喷嚏 两人被当场活捉 展昭找到花公公 他想让三联王去救包拯和小蜻蜓 但是花公公告诉他 因为宋军大败给下军 皇上大怒 已经把三联王宣进攻了 皇上把三联王 炼太尉 丁卫以及襄阳王宣进攻问罪 三个人把矛头直指当初主战的三联王 皇上本不想降罪于三联王 但是迫于三人的压力 最后还是把三联王 囚禁在了他自己的王府之中 包拯被关进了大牢 花公公过来把三联王被软禁的消息 告诉给了包拯 让他想想办法救救三联王 就在包拯身在牢里 无计可施的时候 小蜻蜓越狱跑了出来 并把包拯也救了出来 花公公看包拯穿得这么单薄 很是心疼 他无意中一句话 让包拯想到了一件事 包拯想起在军须库里的棉袄 又想起了小毛尔的娘 被冻死的那件事 包拯顿时毛色顿开 一切谜团全部被他解开了 包拯说有一批军须品 马上要运到行舟 他安排小蜻蜓去偷这批军须品 他还让花公公告诉展昭 让他去接一个叫小猫尔的人 小蜻蜓跟踪运军须品的车队 正要下手的时候 突然一群黑衣人拦住了车队 抢了军须品的车马 小蜻蜓把这几个黑衣人引开 将这批军须品收入囊中 而展昭这边 也已经快马加鞭 把小猫接了过来 变太尉和钱巴黎 以及另一个心腹在密谋篡位 他要趁明天皇上祭奠死亡士兵的时候 谋权篡位 把皇上盘和 要当今的皇上 闪位 然后让襄阳王坐上第一把交椅 最后成为他变太尉的傀儡 第二天 皇上带领百官到千刀山祭奠死亡的士兵 向苍天请罪 正当皇上举行祭奠的时候 包拯来到现场打断了 皇上 草民也查得真相 查明谁是朝中贪污的群党 包拯之所以这么急打断皇上祭天 是因为这次败兵罪则不在士兵 而是在于贪官污吏 所以他让皇上无需替贪官向苍天请罪 皇上让他把真相说出来 包拯说要知真相如何 小蜻蜓及时赶到 包拯在解开真相以前要先做一个实验 他让50个军营精英穿上小蜻蜓带来的盔甲 包拯又选了5个无腹肌之力的公公 让他们跟着50个士兵对驳 而且他以人头担保 士兵们必输无疑 比赛开始了 5个公公战战兢兢拿着刀 很快就被士兵包围起来 几个人眼见也没有退路了 就突出了重围 与士兵们干了起来 令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士兵们身上拿的盾牌以及盔甲 全部被公公们轻松划破 而士兵手里的刀也都被砍断 士兵们溃不成军 公公们越挫越勇 公公们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包拯向皇上解释了 为什么这次送军30万将士会输得这么惨 原因不在于人 而是在于他们身上穿的盔甲和手里拿的兵器 因为有些官员的贪婪 将原来打造装备的军费贪污 继而使装备一次冲好 将士们在战场上无装甲护身 才被敌军打得溃不成军 罪则不在将士们 而在于贪官污吏 皇上大怒 他问包拯这些贪官都是谁 包拯说一共五个人 一 已被毒死的陈野生 二 已被斩杀的何太极 陈野生知道 因为堤坝武毕案 自己在劫难逃 所以想把所有真相说出来 戴罪立功 但是却被同党知道 所以派和太极杀人灭口 皇上问包拯 他是怎么知道 这个贪污受贿的同党滥造军器 包拯说三联王因为主战 却遭到和太极的暗杀 因为反对出战的人 知道这批装备有问题 所以不敢支持出兵打仗 但是让他破解这个案子的关键 却是因为一件棉袄 一件棉袄 没错 小猫尔原来是一个逃兵 他把从军队带来的棉袄 盖在了母亲身上 因为是以刺充好的棉袄 并没有保暖的作用 所以小猫尔的娘被活活冻死了 包拯随后把剩余的三人揪了出来 说到最后一个 包拯没有说名字 而是走到变太尉身后 他说最后这一个十分狡猾 他要让这只老狐狸自己露出尾巴 此时变太尉哈哈大笑 一名将领带着一群士兵来到了现场 将领来到皇上身边 变太尉站出来说 包拯是奸邪人士一个 他威胁皇上必须除掉包拯 要不然下面的这些虎豹营兄弟 是不会答应的 皇上要变太尉 马上把虎豹营撤走 变太尉此时露出了真面目 皇上终于看清了变太尉的真面目 此时前八里看时机一到 起身把皇上数落了一番 包拯请求皇上把变太尉抓起来严惩 变太尉笑包拯看不透目前的形势 是个傻蛋 他居然看不透 什么叫大势已去 兵灵城下 变太尉给跪着的这位将领下令 这位将领却跪在地上纹丝未动 此时三联王出现了 他让变太尉好好看看 这位跪着的将领是谁 变太尉一看傻了眼 他并不是自己虎豹营的将领 而是三联王的手下 三联王说他已经在城外 就把虎豹营给一过端了 前八里下得赶紧下跪求饶 并愿意指证变太尉 变太尉拿起刀就捅了前八里 襄阳王健壮一脚将变太尉踢下了台阶 变太尉当场毕命 注意看 这个男子人面兽心 盲女对他情有独钟 他竟然利用女子眼睛 看不见把他给糟蹋了 包拯和展昭在街上看到两张公告 即日就被斩首 展昭看着墙上其中一个罪犯眼熟 回想起来 他就是在破庙里给包拯磕头的那个年轻人 公告上写到他叫王朝 因为在半路截就一个叫马汉的犯人而被捕入狱 而另一名被判死刑的罪犯 名叫马汉 罪名是侵犯妇女人身权益 包拯觉得奇怪 他觉得王朝这个人看着不像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 这其中必有蹊跷 两人来到牢房 王朝一眼便认出了包拯 叫着马汉一起给恩公磕头 包拯让两人把事情经过讲一下 王朝说他那天在破庙就是在等结救马汉 二人从小亲如兄弟 感情非常好 他知道自己的兄弟不会干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 一定是冤枉的 所以就在破庙里等着拦截 哪知自己等待数日 身上的干粮又吃完了 所以饿得昏了过去 幸亏包拯的干粮救了他的命 包拯让马汉先讲一下他为什么被抓进来 马汉回忆起整件事的经过 为了生计 他晚上兼职打羹人 有一天他打完羹 打算找个地方睡一会儿 经过一户人家的时候 正好看到地上有一袋钱 他打开一看 里面有五十罐钱 马汉起了贪念 想据为己有 就拿着钱袋找了一个地方睡着了 哪知官兵找到他 搜出了他身上的钱袋 还说他违背妇女意志 把人家给绊了 所以把他抓了起来 展昭人虽小 但是懂得是缺不少 那个信和的被人监污 难道他没有看到凶手的面目吗 王朝说那个女子从小就双目失明 所以认不出凶手 官府就是凭那位姑娘被抢的五十罐钱 认定马汉就是凶手 包拯说 就算抢了这五十罐钱 也不至于就认定你是凶手啊 马汉说那个盲女 人盲心不盲 他当时用金钗刺伤了凶手的脸 而且他摸到凶手的裤裆是湿的 巧的是 马汉那天由于捡了钱袋 心里紧张 不小心打翻了水桶 被树枝刮伤了脸 裤子也全都湿了 官府由此断定 马汉就是节财又节色的那个凶手 那个盲女还向官府说 他不光被抢了五十罐钱 还有五颗珍珠 包拯问他看到珍珠没有 马汉说只捡到了钱 没有看到珍珠 包拯问他当晚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马汉说看到了一个 那个人是个书生 名叫李道 但是李道死不承认 而且有证人可以为他作证 他当时根本不在现场 马汉的母亲过来看他 当他得知眼前这位就是包拯的时候 立即让马汉给包拯跪下 求他能为儿子申冤 包拯接下了这个案子 他和展昭来到这个盲女家里 女子姓何 他向包拯讲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何小姐从小双目失明 所以朋友很少 整日独自在家中 时间久了 他觉得很是无聊烦闷 直到家中来了一个远房表亲李道 他封闭的心裁又重新被打开 两个人很谈得来 就开始了谈情说爱 但是何小姐的爹看不上李道 嫌他是一个穷书生 于是何小姐打算给李道50罐钱和5颗珍珠 让他去做买卖 等日后发达再来娶她 两个人相约在半夜见面 当何小姐拿着钱来到相约地点的时候 李道 你来了吗 来 拿着 这个人不顾和小姐的强烈反对 对他做了不可描述的事 和小姐在挣扎的过程中 摸到了凶手的裤子是湿的 还用金钗刺伤了凶手的脸 但是最终还是被凶手成功拿下 展昭听得很是入迷 包拯问和小姐李道有没有来 此时李道从门外进来 并说那天自己根本没有见过马汉 他整晚都在酒馆喝酒 而且还喝醉了 把童和小姐见面的事给忘了 所以他在酒馆待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才离开的 包拯和展昭来到李道说的那个酒馆 包拯让展昭先去办一件事 自己则来到酒馆里打探 他问店小二那天李道有没有离开过酒馆 小二说没有 老板在旁边搭枪 旁边一个当时和他喝酒的人也想起来了 说李道喝多了 在外面吐了一炷香的时间 他之所以这么肯定 是因为当时他跟另一个人打赌 看你有没有这本事在一炷香之内 破了你这棋局 谁说啊 喝过那桌上的酒 好不好 正好他们一炷香的时间对赌完了 李道也从外面进来了 躺在角落里一个凳子上面睡着了 包拯问他们李道在外面回来 裤子有没有湿透 几个人笑了起来 李道第二天自己说是洗脸的时候不小心弄湿的 老板走过来则说 他不相信李道是洗脸弄湿的裤子 因为裤子已经完全湿透 洗脸不可能湿成那样 包拯还从几个人嘴里得知 李道平时有赌钱的习惯 并且欠下不少外债 但是自从和府出了事以后 他就不再赌钱了 而且他并不嫌弃盲女和小姐曾经被人炒过饭 还想娶她过门 展昭气喘吁吁回来了 他从酒馆跑到和府 再从和府跑回来 使出全身力气 用了四炷香的时间 而李道那天晚上只出去了一炷香的时间 包拯百思不得其解 他让展昭把所有酒馆通往和府的路 以最快的速度试一下 哪怕是骑马都可以 展昭用尽了所有办法以后回来了 他告诉包拯 一炷香的时间往返和府 是根本不可能的 接下来展昭向包拯露出了一个得意的笑容 原来他在观察了酒馆的四周以后 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我在酒家后面发现了一条河 一条河 我在想 他会不会利用水稻过去呢 但是就算是走水稻 往返也要一炷多香的时间 包拯百思不得其解 一时没了主意 两个人想不出答案 就在街上闲逛 看到马汉的母亲在街上摆摊卖木雕 包拯拿起一块泡在水里的木头 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马汉母亲说在雕刻以前 必须把木头泡在水里软化 才能进行雕刻 他说在河边 他还泡着好多木头 包拯似乎想到了什么 就跟着马汉母亲来到了河边 包拯望着水里泡着的木头发呆 忽然灵光一闪 包拯让小蜻蜓和花公公 伴坐找珍珠的人 在酒馆故意当着李道的面 提起了迫切需要珍珠的想法 可是娘亲病得越来越重了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药益 怎么能让我不心急呢 他还故意说 如果找到这种珍珠 多少钱他都愿意付 两人说完 故意走出了酒馆 李道果然上钩 紧跟着追了出来 他对两人说自己手上有珍珠 但是他要市值价值的五倍才肯出手 花公公故意说贵 小蜻蜓打断花公公 说只要治好他娘的病 多少钱都可以 他问李道珍珠现在在哪 李道告诉他 珍珠他没有带在身上 任凭小蜻蜓怎样说 李道就是坚持三天以后在这里交易 他们只好答应 两个人回去后 向包拯说明了珍珠就在李道手里 三天以后 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包拯却告诉他们 李道之所以要三天以后 是因为马汉就是在三天后问斩 他这样做 是想等案件尘埃落定 死无对证以后再出手 珍珠 包拯从花公公嘴里得知 这个案子现在是由襄阳王审理 他跑去襄阳王那里 希望能将斩首二人的日期往后推迟一天 襄阳王心里本身就对包拯有气 他哪里肯答应包拯这个请求 直接回绝了他 行刑的日子到了 王朝和马汉就在即将要被斩首的时候 奸展官大声呵斥包拯 包拯拿出免死金牌 使王朝马汉免于一死 小蜻蜓和花公公拿着钱袋 来到了和李道约定的酒馆门前 左等右等李道终于来了 但是 小蜻蜓说着好话求着李道 李道犹豫了一下说要交易就得再过几天 小蜻蜓此时把价格又提升了一倍 花公公拿出支票 李道此时有些动心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包拯和展昭在他身后出现了 李道撒丫子想跑 被埋伏在周围的官兵捉了起来 王朝马汉和李道被带到了公堂上接受审理 三联王和襄阳王也来到了庭审现场 包拯上来就问马汉有没有和盲女炒过饭 马汉直呼冤枉 就把当天的经过又叙述了一遍 包拯拿出了从李道身上搜出来的五颗珍珠 他让和园外辨认一下 和园外看了看确认这就是他家的珍珠 他问李道这珍珠是怎么来的 是 世界会来的 包拯把证人 也就是酒馆的老板请了上来 包拯问他李道是不是失踪了一炷香的时间 以及他回来的时候裤子是不是湿的 酒馆老板回答包拯 这都是真的 李道狡辩自己的裤子就是洗脸的时候弄湿的 而且死咬他就是在酒馆睡了一夜 包拯说你别忘了 你中途曾经出去过一炷香的时间 这一炷香的时间 你完全可以去作案 表面上看 李道从酒馆到和府用了半炷多香的时间 回来肯定也是半炷多香的时间 加起来就是一炷多香的时间 而李道只出去了一炷香的功夫 时间上对不上号 包拯是这样解释的 水流有一个特点 就是顺流和逆流 他还原了李道当晚的计划 李道当晚故意约朋友去酒馆喝酒 然后假装喝醉出去吐 其实他早已经备好一条船 他划着船赶紧去了和府 由于太过匆忙 下船的时候 他不小心把衣服弄湿 在见到盲女的时候 故意一言不发 怕他听出是自己的声音 在拿到钱以后 就人面受心地把和小姐给办了 在回去的路上丢了钱袋 正好还碰到打羹的马汉 李道还在狡辩 认为这都是包拯自己推断出来的 包拯给他拿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他问和小姐 刚才县令大人 一共拍了几次金堂木 和小姐说应该是九次 包拯跟三连王身后的记录先生 确认了一下 一举小人的记录 大人确实是拍了九次金堂木 包拯又问和小姐那天晚上 他一共刺了凶手几下 和小姐说刺中的一共是七下 包拯让展昭把马汉的衣服 扒了下来给大家看 马汉身上没有任何被刺伤的痕迹 包拯又让展昭扒开李道的衣服 展昭在给他解开绳子的时候 李道想要逃跑 展昭一把就扯下了李道的衣服 王朝把李道举了起来 他后背上的刺痕一览无异 包拯让王朝把李道放下来 李道此时不再嘴硬 把事情的真相讲了出来 他寄宿在和园外家的时候 由于几次考试都名落孙山 所以和园外死看不上他 而且不把他当人来看 这期间李道染上了毒瘾 债台高筑 天天这时候和园外又要赶他走 李道走投无路 才想出这么一个计策 目的就是 如果你女儿被人监污以后 你就再也不会嫌弃我 我肯娶她 你悔求之不得 最终李道被处以急刑 马汉无罪释放 念及王朝救人心切 几丈五十后释放 这是我见过最残忍的杀人案件 四个人因为截取生辰纲而引发奇案 此案错综复杂 手段极其残忍 甚至连腹中的胎儿都没有放过 皇上听闻包拯屡破奇案 在民间声望很高 就问包拯有什么要求 包拯说他想做一个 为百姓请命的父母官 皇上刚刚答应 包拯就来活了 两个人抓住一个叫乔泰的人 说他是杀害他们桃源村 三家七口八条人命的凶手 皇上命包拯把这件大案速速查清 包拯在牢房里审问起了乔泰 但是任平包拯怎样问他 他都不说一句话 小蜻蜓外出吃饭 发现自己身上带的钱不够了 他又想起了老本行 在环顾四周看了一下 盯上了这两个憨货 两个人原来是绑架犯 一个名叫张龙 一个名叫赵虎 他们绑架了这个人的儿子 让他拿钱来数 两个人拿到钱以后正要往外走 小蜻蜓故意贴上钱去 装作不小心把包袱抡了出去 趁这个人不注意的时候 把他的钱袋偷到了手 两个憨货刚刚到手的赎金 就这样被小蜻蜓偷走了 小蜻蜓趴在房顶上 把这不义之财叠成纸飞机 分给了一对乞讨的母女 他又叠了一个纸飞机扔了出去 正好砸在张龙赵虎身上 这两人起初还挺高兴 但是后来看着迎跳挺眼熟 张龙一掏兜 自己身上的钱袋不见了 他看到了趴在房顶上的小蜻蜓 两人就追了上去 包袱押着乔太出城的时候 王朝马汉已经在此等候包袱多时 他们请求包袱收留他们 以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包袱答应了 几个人来到一家面馆 包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公孙策 在此处重逢 三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一路人来到城里 找了一家饭馆 刚刚坐下 小蜻蜓就跟着进来坐下了 紧跟小蜻蜓的张龙和赵虎 却不敢轻举妄动 就也进了店里找桌子坐了下来 小蜻蜓故意当着二人的面 和包袱套近乎 目的就是让两人知道 自己和包袱很熟 这两人果然听到包袱的名号 就急匆匆跑了 一行人终于到达了 包袱就职的县衙公堂 包袱和公孙策 首先来到档案室 查看发生在十年前 桥太杀人的档案 通过翻查档案 包袱发现了一个线索 这座命案的三家人 有三个幸存者 陈大 王田 张根 第二天 公孙策假扮郎中先生 一个人去了桃园村 在一户人家打听到了一些情况 这个男人说 十年前发生了两件奇案 一件就是桥太的 三家七口八十案 杀死的这几家人 只剩下陈大 张根 王田三 可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奇不奇怪 另一件怪事 就是发生杀人命案的 第二天晚上 他打柴回来的路上 看见山上下金血 并且告诉公孙策 如果想要知道 更多有关桥太的事 他可以去找住 在山上的赵老汉 公孙策回去和包袱 讲起这件事的时候 正好被旁边上菜的 店小二听到了 他说他当时也看到了 山上下金血 包整把陈大 张根 王田三人传过来问话 三人请求包整 应该立刻把桥太处死 包整问他们 当晚去了哪里 为什么能逃脱此劫 陈大说那天是他的寿臣 他们当晚在一起喝酒 而且很晚才回去 等他们快到家门口的时候 却看见火光冲天 三个人看见桥太 急匆匆跑了 他们带领村民到山上找了桥太好几天 也没有找到的 包整问三个人 知不知道桥太 为什么会杀死他们的家人 三人吱吱呜呜说不知道 包整命王朝马汉 把桥太带来 让三人辨认一下 三个人看到桥太后 对他拳打脚踢 桥太也不说话 也不反抗 三个人被安排到 不同的房间住了下来 店小二在院子里刷盘子的时候 一个乞丐开门走出去 店小二还骂他要饭 竟然要到这里 要他赶紧走 公孙策假扮郎中和展昭 找到了赵老汉 赵老汉说桥太这个人很笨 性格也很内向 平时他打完柴 就交给赵老汉去卖 因为他怕见生人 赵老汉还提供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线索 就是桥太在山上 不是一个人住 而是和他的妻子一起住 他妻子长得不算丑 但是后来不知患了什么病 公孙策向赵老汉 问过桥太住的山洞以后 就与展昭一起去寻找线索了 两人来到了山洞 展昭说这个山洞里 只有少许的灰 不像是十年 没有人住过的样子 王田吃饭的时候 问张根 陈大怎么没有过来 张根说他有点不舒服 他过一会儿 就给陈大把饭 送到房间里去 包拯已经躺下休息 王朝鸡匆匆过来禀报 什么 失踪了 对 突然之间失踪了 殿小二说陈大 是突然间失踪的 他在院子里 洗了一天的东西 期间他看到陈大 来回在房间走动 突然他听到一声巨大 当他想要上前查看的时候 王朝马汉及时赶到 他们发现门打不开 应该是反锁的 王朝就把门踹开了 进屋后就发现 陈大不见了 包拯仔细查看着屋里的东西 他发现地下 有很多只烧了一半的蜡烛 还有一本书 他又在地下捡到了一块黑皮子 公孙策闻了一下 说是羊皮 包拯无意中 在墙壁上发现了一个小洞口 老板和殿小二 也不知道墙上什么时候 多了这么一个小洞 此时小蜻蜓也来到这里 他身后就跟着 穿着夜行衣的张龙照护 两人见小蜻蜓进了院子 他们也戴好面罩跟了进去 包拯提出 要去隔壁房间看一下 几个人刚到门口 就看见穿着黑衣的小蜻蜓 他们三个人从房上飞过 包拯让展昭和王朝马汉 赶紧去追 展昭追上了张龙照护 就在展昭即将要捉到他们的时候 却被小蜻蜓故意放走了 包拯把小蜻蜓抓进牢房里 其实他真正的目的 就是让小蜻蜓监视乔泰 包拯让王朝马汉去监视王田和张根 回到房间后 三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公孙策想了一个办法 让包拯画两张头像 通缉那两个黑衣人 包拯让人随便画了两张头像 张贴了上去 没过多久 就有人接官榜 王朝把人带了进来 包拯一看此人正是陆香香 他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 把陆香香交给了公孙策 公孙策询问陆香香通缉犯在何处 反正游戏已经开始了 我现在要把他们两个藏起来 有本事的话 把他们两个找出来啊 陆香香转身离开了 包拯命展昭跟踪他 陆香香走在街上 两个男人见他长得漂亮 就上前调戏他 两人不知道这次 他们调戏的可不是普通妇女 而是陆香香这只母老虎 陆香香把二人引到了一家米店 把身上的玉佩拿给老板看 老板认出这就是陆大小姐 赶忙招呼伙计拜会他 陆香香把手向店外的两人一指 三个人到牢里找到小蜻蜓 说乔泰的两个帮手已经有线索了 要请他帮忙去打探一下 小蜻蜓来到陆香香的房间 趁他洗澡的时候拿起他的鞋 通过鞋子上粘的泥土可以判断 他曾去过地下室 小蜻蜓在地下室找到了两个麻袋 里面装着两个人 小蜻蜓以为两人就是张龙和赵虎 就把自己戏弄他们的整个过程 跟他们讲了一遍 我就是那个偷了你们银票 既聪明又机灵的小蜻蜓 结果小蜻蜓打开麻袋一看傻了也 里面竟然是王朝和马汉 包拯看小蜻蜓一直和那两个人鬼鬼祟祟 就知道小蜻蜓有事瞒着他们 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来套他的话 陆香香此时也气冲冲过来了 他手里提着那双沾满泥土的鞋 问公孙策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游戏已经开始了吗 你假装说抓到了我们要抓的人 我们当然就可以将计就计了 陆香香问公孙策 怎么知道没有抓到他们 公孙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通缉犯 那两个头像只不过是他们胡乱画的而已 这只不过是他们设的一个布局 两人因为扰乱破案线索 被关进牢里 包拯的用意其实就是让他们监视桥太 包拯和公孙策在谈话的时候 因为风把蜡烛吹灭了 公孙策无意中的一句话 让包拯毛色顿开 光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了 白天黑天都一样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想 我已经破解了陈大失踪之谜了 他们来到了院子里 让店小二像那天一样在门口守着 包拯走进陈大的房间 到了晚上 公孙策和展昭来到院子里 看见店小二正在打瞌睡 把他叫醒以后 他看见包拯的影子在房间里溜达 上次陈大也是这个模样 公孙策和展昭回了房间 过了一会儿 房间突然灭灯 人影消失不见 就像上次陈大失踪一样 王朝马汉赶到 一推房门发现跟上次一样是从里面反锁的 他们把门踹开以后进去 发现屋里的情景和上次陈大失踪一模一样 几个人正在疑惑的时候 包拯出现在了院子里 包拯把众人叫到屋里 向他们讲述了陈大突然失踪的过程 他说凶手是利用了民间的一种小把戏披影 让他们陷入了迷雾之中 他们在地上看到的蜡烛 黑羊皮 都是凶手布局披影戏用的道具 凶手把陈大截走以后 就在屋子里摆上了蜡烛 再利用房间内那个小洞 而店小二在外面看到陈大的影子 其实就是这个披影戏 等到时机成熟以后 这就是凶手作案的整个过程 陆香香和小蜻蜓看到乔泰终于有了反应 他手里拿着一只蝴蝶簪 好像在思念什么人一样 两个人跑到他的牢间 拿着乔泰手里的蝴蝶簪 开始互相扔了起来 陆香香一个不小心没接住 蝴蝶簪摔坏了 乔泰像发疯似的看着两人 王朝禀报包拯 张根收到家书要急着回家 包拯让王朝马汉护送张根回去 三个人来到河边想要搭船 却看到船上没有人 王朝马汉要张根先在这住一晚 等第二天有人的时候再出发 两人正在睡觉的时候 发现张根不见了 回头一看 张根正急匆匆往船上跑 两人一边喊一边追 但是张根还是把船划走了 行进到湖中央却停下 王朝找来另一条船 两人上船一看 船上空无一人 张根不知去向 王田因为两人无故失踪感到害怕 他吵闹着不敢待在这里 恐怕跟他们两人下场一样 他跟包拯说 自己知道一个庙 只有一个出口 应该很安全 他要去那里 包拯把王田带到了他所说的破庙里 他仔细查看了一下 正如王田所说 庙里只有一个出口 他派人把守庙口 还让人在庙的四周不断巡逻 这时王田在庙里喊人 马汉进去一看 公孙策得知 小蜻蜓和陆香香 带着乔太出了狱 找来陆香香问话 陆香香说 因为把乔太的蝴蝶簪弄坏了 他们两个心中愧疚 就问乔太有什么心愿 乔太说想去一个地方 两人答应了 乔太来到了他妻子的坟前 伤心欲绝 还把弄坏的蝴蝶簪 埋在了妻子坟墓旁边 小蜻蜓跑回牢房 把蝴蝶簪又给了乔太 乔太看到完好的蝴蝶簪欣喜若狂 小蜻蜓告诉他 此时的乔太非常感动 谢谢你 两个黑衣人放出迷烟前来劫狱 幸亏小蜻蜓有破解迷烟的解药 他趴在地上装晕 两个黑衣人把乔太劫持到了外面 小蜻蜓一路尾随 想要解救他 却被黑衣人发现 乔太为了救小蜻蜓 身中黑衣人的飞镖 两个人搀扶着逃了出去 乔太知道自己中的飞镖上面有剧毒 他嘴里遗憾地喊着 为什么 这场地 就 刚好十年 而且他亲口向小蜻蜓承认了一件事 王朝又给包拯带来一个坏消息 包拯和公孙策赶到现场 发现有两具尸体 但是面目已经被烧焦 包拯判断王田是被烟花射进来的迷烟晕倒 在被烧死的 但是令包拯和公孙策不解的是 王田旁边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两人因为面目已经被烧焦到无法辨认 就在这时 小蜻蜓回来了 但是他身受重伤 待他醒了之后 他向包拯说了事情的经过 乔太把怎样杀人的经过跟他讲述了一遍 乔太从小长相丑陋 而且很笨 父母遗弃了他 把他丢在后山上 一个乔夫收留了他 但是那个乔夫整天折磨打骂他 乔太只能一直默默忍受着 有一天 他正在山上打柴 发现了一个女子 原来这个女子因为脸上长有毒瘤 也是被家人遗弃的 乔太收留了他 但是乔夫这个衣冠禽兽 却把女子给玷污了 乔夫正在施暴的时候 乔太正好赶回来 他把乔夫狠狠揍了一顿 然后带着那名女子 一起去了却乔山的山洞里 二人在此处隐居了起来 乔太从此打柴攒钱 为女子看病 幸运的是 他们在一位郎中的帮助下 女子果然把脸上的毒瘤治好了 当看到女子被治好的容貌后 乔太觉得她很漂亮 自己的模样配不上她 就偷偷离开了山洞 但是女子在半路拦住了她 两人拜过天地后成为夫妻 乔太白日去打柴养家糊口 女子在家洗衣做饭 两人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乔太还用打柴赚来的钱 给女子买了一个蝴蝶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女子不久后口吐鲜血 得了不治之症 她心里一直有一个心愿 乔太想在妻子临终前 帮她实现愿望 就找到制造烟花的工匠 想要为妻子打造一个烟花 但是48两的烟花费 对乔太来说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有一天她经过破庙的时候 看到一个半身瘫痪的人 这个人说乔太如果替她去杀人 她就会给乔太48两银子 乔太为了妻子 答应了这个人的条件 她把自己灌醉以后 就跑去桃园村 把这三家八人杀死了 还把房屋给他们全部烧毁了 乔太拿着血刀来领钱 这个瘫痪的人看到血刀后 疯狂大笑 她把48两银子给了乔太 她告诉乔太自己叫李 如果愿意 请乔太再帮她最后一个忙 乔太杀红了眼 她按照李的要求 把她杀了以后 挂在了桃园村村头的树上 乔太就在旁边偷偷看着 她看到陈大三个人 把李放了下来 抬到了河边的一处地方 把她埋葬了 乔太还告诉给了 小蜻蜓李一埋葬的地点 包拯回想起好几个人 看到后山上下的金血 他们看到的应该就是 乔太给妻子放的烟花 乔太的妻子 在乔太陪她看完烟花以后 就去世了 乔太听说连续十年 在死者的忌日 给她烧大悲咒 亡魂就会超度 再过五天 就是她妻子的十年忌日 所以乔太感到非常惋惜 乔太说完这些话就挂了 小蜻蜓去洞外找些干草 来掩盖她的尸体 但是当她回来的时候 乔太的尸体却不见了 只见一个黑衣人 拿着刀向她砍来 小蜻蜓跳下山崖 幸亏腰间的腰带 才让她死里逃生逃回来 包拯来到李一被埋葬的地方 她让王朝等人 把李一的尸骨挖了出来 包拯通过尸骨判断 李一生前的骨头 都是被折断的 她又把李一妻子的尸骨 挖了出来 令她吃惊的是 李一妻子身旁 还有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儿尸骨 更令她意外的是 母子的骨头 在生前也是被折断的 包拯和公孙策 一致推断李一的妻子 和未出世的孩子是被杀害的 李一为了给妻儿报仇 就买凶杀人 包拯说 她还在李一妻子的尸骨旁 挖出了一块金砖 而且上面还有棺印 她让王朝去查询金砖的处处 公孙策说 她也仔细检查过 那两具烧焦的尸体了 他们两个根本不是被烧死的 而是一个病死 一个被毒死的 包拯让小蜻蜓来认识 通过腿上中标的伤口 她判断出 这其中一具尸体就是乔泰 而另一具尸体 包拯说她也不是王田 我去附近几个村查过 果然 有刚下葬的尸体 曾经被人偷走 公孙策搞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把乔泰的尸体 搬到案发现场 包拯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位凶手以为 小蜻蜓已经遇害了 目前只剩下最后一个谜团了 就是李一为什么 要杀死陈大三个人的家人 王朝马汉在破庙里 发现了一条案导 案导直通外面的大道 而且在案导外面 他们发现了三个人的脚印 包拯和公孙策 已经推测出来 整个案件的过程了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 就是把凶手抓到 他们开始通缉桥泰 小蜻蜓不理解 包拯为什么要这么做 包拯说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目的就是引蛇出洞 陈大 张根 王田 他们根本就没有死 陈大假扮成一个老者来到街上 看到了通缉桥泰的画像 他回去以后 把包拯通缉桥泰的事 跟张根 王田说了 几个人笑包拯太蠢 他们商量先躲上一阵子再说 王田出去方便 陈大和张根正说着 他出去这么长时间 怎么还不回来时 忽然官兵冲了进来 把两个人摁倒在地 包拯开始升堂 他先把陈大和张根传了上来 二人狡辩称他们本是被人掳走 好不容易逃出来 还没等到投案 就被追回来了 包拯眼见二人还在抵赖 就让人把桥泰的尸体抬了上来 陈大还在演戏 这个杀人凶手 是他害死王田的 想不到老天有眼 他自己被走成 也被烧死了 见陈大还在嘴硬 包拯顺水推舟 盘王田上堂 尸体抬上来以后 包拯为二人揭晓了 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因为这个人 他不是王田 是本县吴木村的周金水 这个人生前是得病而死 尸体却被偷走 而桥泰更是先中毒而死 再被烧焦的 陈大反问包拯 破庙被他们包围的水泄不通 怎么可能做到这些事 包拯把已经发现了 暗道的事讲给他们 并且发现了王田的脚印 证据就是一只脚印 上面有一处破洞的印记 那是因为王田之前 在破庙里说他的鞋坏了 我的鞋破了个洞 赶快给我买双新的 陈大和张根还在装傻 说有可能是乔泰的同伙 把王田抓走的 包拯见二人就是不肯说实话 传令把王田压上来 两人面路诧异 他们以为王田逃跑了 没想到也被包拯抓来了 王田上堂以后 包拯问他是谁 跟他把两具尸体 在暗道搬入破庙的 王田望向陈大和张根 是张根和陈大 王田说陈大和张根 把两具尸体搬入破庙以后 就点火烧毁了他们 然后三人从暗道逃了 包拯问张根 原来是干什么工作的 张根支支吾吾不敢说 你是一个街头漫艺的艺人对吧 你是演皮影戏的 他在吃饭的时候 说一会儿给陈大送饭 其实是去他屋里布置披衣 陈大那时已经不在房间 他早已经离开 殿小二看到的那个乞丐 就是陈大假扮 来这儿要饭 快走快走 陈大消失以后 就开始了张根 在湖中消失的计划 张根不惜水性 天生怕水 所以他在湖中消失 令所有人不解 其实在湖中消失的 那个人不是张根 而是陈大 陈大本是渔夫出身 从小熟悉水性 王朝马汉睡着以后 张根就悄悄离开了 他们看到往船上跑的人 是陈大假扮成张根的模样 包拯质问三人 为什么这么做 在狱中劫走乔泰的黑衣人 到底是不是他们 陈大终于承认了这一切 他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乔泰杀害了他们的亲人 所以他们要为亲人报仇血恨 包拯早已知晓他们的伎俩 转而向王田发问 是什么原因 令你们要从此消失 王田刚想说 陈大就呵斥住了他 让他不要乱讲话 王田指着二人的鼻子说 你们竟然故技重施 像当年杀死李一那样来杀死他 陈大不知王田为什么会这样说 王田说你们把我迷晕以后 想要烧死我 陈大此时才知道 这是包拯倒的鬼 他让王田不要上当 包拯到这时候也不隐瞒了 他让王朝马汉 把王田绑起来迷晕 然后一把火把四周围点着 再假装来救他 让他误以为是陈大和张根 想要对他灭口 王田信以为真 所以他把三人当年的作案经过 全部招任了 王田听了以后 才知道上了包拯的当 后悔不已 只不过为时已晚 包拯让王朝 把从李一妻子坟里 挖出来金砖的来历 向大家说明一下 据小人查证 此金砖的印记 和当年被截的 一模一样 包拯说你们四个人 提前就在三仙庙里 挖好了暗道 以便在截生辰刚之后 便于脱身 而且他们还在庙里起事 谁也不能把消息透露出去 几个人得手以后 正在庙里庆祝的时候 李一的妻子突然闯了进来 原来李一没有遵守诺言 他把生辰刚的事 和妻子说过了 他眼看快要临盆 又担心李一的安危 就到庙里来找他 三个人见李一不守承诺 就把李一和他妻子活埋了 再用石头 把他们两个的骨头砸碎 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李一并没有死 他看着被砸死的妻子 和未出世的孩子 发誓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所以他雇佣侨态 把三个人一家老小全部杀死了 对于三个人的逆天恶行 包拯进行了宣判 明日午时 于桃园村村口 只信还手死刑 是 注意看 公孙策破的这个棋案 让我刷新了对和尚的认知 这个奇葩的和尚 竟然能生出这么多小和尚 也就是说 他们都是来人的亲生子 而包拯在这个棋案中 险些壮烈牺牲 包拯为了惩罚小蜻蜓 让他在田园干活 小蜻蜓正在发牢骚的时候 包拯回来告诉他 展昭把张龙赵虎的底细摸透了 正在讲给包拯听 小蜻蜓却鬼鬼祟祟躲在窗外偷听 展昭告诉包拯 张龙赵虎绑架的是一个叫险中贵的大户 他因为把村民的田地全都给骗了过去 张龙赵虎知道后打抱不平 要替村民出气 就把险中贵的儿子给绑架了 但是绑架得来的银票 却被小蜻蜓给偷去了 二人没脸去见村民 因为他们已经把村民唯一的粮食给吃了 村民见张龙赵虎一直没有回来 就把他们当成了大骗子 包拯告诉展昭 他已经把小蜻蜓放了 他知道小蜻蜓的性格是你越是放他走 他就越是留下来 只有他留下来 他们才可以进行第二步计划 小蜻蜓在窗外听到包拯的话后 你不让我走 我偏走 小蜻蜓走后 马汉进屋告诉包拯 小蜻蜓在听到他们的对话后果然上当 原来包拯知道小蜻蜓在窗外偷听 才故意这么说的 他知道小蜻蜓一定会去找张龙和赵虎 小蜻蜓首先找到了险中贵 把他们父子绑了起来 并让他把骗取村民的地还回来 并签字画鸭 张龙赵虎已经饿了好多天 眼看就要饿昏的时候 看到街上正在举行吃馒头大赛 谁能吃到最后就能获得冠军 奖品是一个金馒头 看到有这样的好事 狼吞虎咽砍着馒头 眼看篮子里的馒头越来越少 几个人互不相让 在第一轮较量后 张龙败下阵局 经过不断比拼 最后只剩下赵虎和另一个人 两个人谁也不服谁 吃到最后 那个人终于坚持不下去 撑得昏了过去 张龙抱着差点被噎死的赵虎欢呼 赵虎被撑得只说了一句话 赵虎夺夺得了冠军 获得了一个金馒头 小蜻蜓女扮男装混在人群里 也看到了这一切 两个人正在街上拿着金馒头得意的时候 小蜻蜓故技重施 不小心撞了张龙一下 就这样把金馒头偷走了 两个人刚走出去不远 就觉得刚才这个人有点眼熟 刚反应过来 张龙一摸身上 金馒头不见了 只摸到了一张字条 两个人在树林里布置了一个陷阱 打算活捉小蜻蜓 而小蜻蜓一直在跟踪他们 等到两人走了以后 小蜻蜓又重新布置了陷阱 两人假扮一对老夫妻来到约定地点 哭着求小蜻蜓帮帮忙 去找他们的孙子 小蜻蜓早就是穿了二人 故意配合着说 可以帮他们的忙 两个人把小蜻蜓骗到布置好陷阱的树林里 找到了刚才布置陷阱的地方 骗他说他们的孙子就在前面 小蜻蜓假装找不到 骗两人进入了自己布置的陷阱 就在小蜻蜓拿着金馒头 朝二人得意的时候 王朝把他也吊在了树上 包拯让险仲柜来指认小蜻蜓 险仲柜一眼便认出了他 他还认出了张龙赵虎 把他们绑架他儿子勒索赎金的事 向包拯伸冤 险仲柜让包拯赶紧把他们抓起来坐牢 包拯让展昭带上来一个人 险仲柜看到此人后 马上就改口说不告了 小蜻蜓问展昭那个人是谁 为什么险仲柜一看到他下城那样 展昭说他是个山贼 险仲柜收买山贼 让他把村民的粮食一把火烧了 村民只能拿田地去抵押 他还趁着村民不认字 偷偷把抵押二字改成变卖 和我们当今的有钱人一样 为父母人 包拯回来让小蜻蜓和马汉 跟自己去竹阳村救济灾民 展昭和王朝押送这个山贼回县衙 三个人在树林里走着 展昭忽然感觉肚子不舒服 展昭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公孙策 几个人商量对策 王朝想要去竹阳村找包拯 告诉他这个消息 公孙策拦住了他 包拯并不在竹阳村 他是胡乱说的 因为他接到了皇上的秘址 所以现在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此时花公共进来了 他也听到了几个人谈论行刺包拯的话 公孙策最后决定 在包拯去金龙寺之前 他们把凶手找出来 四个人乔装打扮成戏班子 进入了金龙寺 寺里的住持莱恩接待了他们 王朝假扮黑衣人跑了进来 展昭借抓他之名 把寺里溜达了一圈 基本摸清了寺里的格局 他首先跑到了一个后院 追他的小和尚告诉他 这是寺里的禁地 叫燕不归 公孙策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这个燕不归 进去的所有的人都会迷失方向 就连方向感最强的大燕 也会迷路而困在森林里 展昭接着又去了莱恩大师住的房间 和尚们的住处 以及客房 到了客房外面 展昭故意大喊捉贼 他首先看到了一家五口跑了出来 两个标识也打开了房门 接着一个书生走了出来 还有一个侨夫腰间别着斧头 他认为挺可疑 他在院里观察的时候 一个腿脚有问题的脖子 看他的眼神也不太友好 还有最后一个刀疤男 他认为嫌疑最大 展昭说 还有一对夫妇始终没有出来 他只听到屋里女人的咳嗽声 公孙策觉得 这些人都有可疑 张龙赵虎也来到金龙寺 他们以为小蜻蜓也在寺里 决定好好教训一下他 吃斋的时间到了 所有客房的客人都来到了饭堂 让公孙策吃惊的是 陆香香居然也假扮男装来了 展昭看到了那对夫妇 其中的男子也来了 他是来给女人取药的 众人正在吃饭的时候 突然门被关闭 书生和另外一个同伴 把刀疤男围了起来 在此伪装成和尚的一个官差 拿出了攻击令 此时众人才知道 原来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逃犯 几名官差与蛇豹打了起来 但明显不是他的对手 蛇豹把官差打倒以后想要逃跑 被斩招拦了回来 就在蛇豹重拳出击斩招的时候 王朝及时出手 把蛇豹顶了回去 蛇豹受伤严重 他抓起旁边的小女孩 作为人质想要逃跑 陆香香亮相女儿身 要蛇豹把自己当作人质 放掉手中的小女孩 蛇豹让他滚远一点 陆香香告诉他 我这扇子有毒 什么 你身上有伤口 就是 我的毒已经粘在你的伤口上了 蛇豹不肯相信 公孙策也过来替陆香香解围 没等公孙策说完 蛇豹就倒地不起了 公孙策过来找陆香香 陆香香让自己带来的四个神医 给公孙策指眼镜 公孙策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是几句话就识破了几个人是江湖骗子 四个骗子落荒而逃 两个镖师在屋里寂寞难耐 他们是一对亲兄弟 哥哥叫唐鸡 弟弟叫唐钱 两人商量着出去看看有没有花姑娘 王朝趁着两个人出去的时候 偷偷进入了他们的房间 王朝在他们的镖箱里 看到了暗器和夜行义 他还在箱子里偷来一瓶毒药 通过公孙策化验得知 这是剑血封喉的筋骨毒药 王朝断定这两个人 根本就不是什么镖师 公孙策也认同王朝的看法 因为真正的镖师 会把镖验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绝对不会随地乱扔的 几个人觉得他们杀害包拯的嫌疑最大 陆香香为了给公孙策治疗眼镜亲自煎药 煎药的地点是在范堂的一座佛像底下 在煎药冒出的热气下 陆香香看到佛像的眼睛似乎有些异常 他也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端着煎好的药走了 展昭后脚也来到了范堂 他进门后就把门给锁上了 进到范堂以后 展昭觉得有些口渴 正好看到佛像地下有一杯茶水 就一口喝了下去 随后展昭进入大堂躺了下来想休息一下 不料刚躺下就觉得头脑发胀 喉咙发痛 陆香香把煎好的药端给公孙策喝 但是他却死活不肯喝 陆香香气地摔门而出 他又回到了范堂 发现门被反锁 他一脚就把大门给踹开了 刚进去就大叫一声 我再不管他的事了 公孙策几个人赶忙过去 发现展昭躺在地上 公孙策通过王朝的描述 断定展昭是中了七绝散 王朝赶紧把展昭背回了房间 公孙策说这种毒药的毒性非常特殊 是由18种毒草配置而成的 而解药也需要这18种毒草 以毒攻毒来化解 公孙策到范堂去查找线索 在检查了一遍以后 他们并没有找到带有七绝散剧毒的器具 陆香香自己一人来到范堂 当他经过那尊佛像的时候 突然想起那天佛像的异常 他就停下脚步 伸手去摸佛像的眼睛 但是也没有摸到什么异常的地方 陆香香早上在来饭堂的时候 看到一群和尚正在打扫收拾 他问一个叫法寅的和尚 寺里经常会发生这种事吗 法寅吞吞吐吐说出了真话 陆香香随后一个人去吴竹园闲逛 他发现园子里有一口井 打算前去看一下 却看到井四周被围了起来 还有一块危险无尽的孩子 陆香香哪里管这些 他上前看了看这口井 发现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远处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他 陆香香正要跨出围栏的时候 一棵树倒下压在了他身上 陆香香晕了过去 公孙策让他不要出去乱跑了 现在寺内很危险 小女孩在堂基和堂前两兄弟的房间外面 一直喊爷爷 两个人赶到后 一把抓住小女孩 说他要偷自己的东西 此时小女孩的爷爷赶到 一直给两人道歉 但是二人不肯罢休 王朝来了一把将两人推开 堂前说房门是小女孩打开的 肯定是想进去偷东西 小免你快说 这门是怎么开的 是蛇 王朝进去后 果然抓住一条蛇 把蛇摔死以后就扔了出去 公孙策回到屋里 闻到一股新臭味 王朝拿出了那条蛇 说很久没有吃荤了 要把他烤着吃 他摆弄蛇的时候 忽然发现这条蛇的头是金黄色的 金虎蛇 公孙策告诉王朝 他想引出凶手 打算来一个投尸问路 不过要牺牲他一下 你可要记住替我下毒啊 毒谁 毒你自己 他让王朝把毒药带在身上 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掺在茶水里就喝下去 而地点就选在 展昭中毒的饭堂 所有人都来到饭堂吃饭了 王朝紧张地端起茶水 就在他要喝下去的时候 一家五口应声倒地 花公共拿出迎针 试了一下他们吃的饭菜 迎针瞬间变黑 饭菜里面确实有毒 公孙策让花公共在桌子周围找一下 看看有没有一根草药点燃后的灰迹 花公共果然在桌子下面 找到了草药的灰迹 公孙策闻了一下交给莱恩 叫他派人把草药灰兑上水 分成五份 给他们喝下去 他们自然会把肚子里的毒素吐出来 公孙策说这种毒药叫天南星 有一种叫地狼猪的蜘蛛 一闻到天南星的气味 就会朝点燃天南星的方向喷射毒液 他叫花公共看看饭菜的上方 是否有地狼蜘蛛 花公共顺着饭菜向上的方向看去 果然有一只黑蜘蛛 他说凶手在这一家五口旁边 点燃了天南星以后 地狼猪闻到气味就喷射毒液 而毒液正好喷到了几人吃饭的汤里 他还说凶手就在他们中间 公孙策说天南星是地狼猪的克星 却是金狐蛇的最爱 下午的时候 在凶手的房间就发现了金狐蛇 此时唐姬和唐钱跑了出去 王朝等人在后面紧追 两人慌不择路跑进了燕不归 他们看着也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森林 就想找另一个出口逃出去 公孙策和莱恩到唐姬和唐钱的房间寻找线索 王朝从房间里搜出一封信 莱恩打开一看 只有四个字 事成如旧 公孙策让王朝去查一下 他和璐香香回去的时候 路过那对夫妻的房间 听到屋内女人叫喊的声音 就打开房门 只见女子在地上痛苦地挣扎 公孙策上前给他把麦 璐香香把女子的面罩摘掉以后叫了起来 此时男子回来了 他推开两人 把女子抱上了床 男子不听公孙策的解释 强行把二人推了出去 公孙策回来后跟璐香香说 他进入到房间以后闻到了一股腥臭味 女子脸上的脓包应该已经漫步全身 等到达心脏的时候 他就会死去 璐香香问他女子身上是什么毒 公孙策支支吾吾不好说出口 在璐香香一再追问下 他只好讲了出来 但是璐香香不知道这种病毒 非要追问公孙策什么是 黐香香只能用一种委婉的说法告诉他 路香香此时终于明白这是什么毒了 两人正在谈话期间 男子跪在门口 求公孙策能救救他 公孙策给女子做了针灸 他告诉男子因为耽误了病情 女子如果出去找一个好大夫 他就能多活两三天 男子跪下来求公孙策能救救女子 公孙策实在无能为力 女子名叫倪琼 男子名叫凯正良 因为公孙策的针灸 倪琼感觉好受了许多 凯正良想要带他出去看病 倪琼执意不肯走 他还请求凯正良 凯正良却说 大家在吃晚饭的时候 凯正良走进饭堂 说完扭头就把大门给锁上了 然后他背着倪琼穿过大雨 来到莱恩的房间 凯正良进屋后把倪琼放下 然后和莱恩打了起来 看得出来 两人都是武功不错的高手 二人打了半天 男分伯仲 不相上下 饭堂的门被打开了 原来是王朝回来了 众人赶紧去找凯正良 而此时他们看到 莱恩被凯正良在屋子里追杀 莱恩的徒弟 一招把凯正良打翻在地 公孙策问莱恩怎么回事 莱恩却不吱声 凯正良躺在地上 大喊他不会放过莱恩 倪琼趴在凯正良身上痛哭 他还用愤怒的目光望向莱恩 莱恩似乎很怕倪琼 不敢正眼看他 此时倪琼断气身亡 花公公上去查看凯正良 发现了问题 他嘴唇发黑 好像跟展兄弟一样 是中毒吧 四个人在房间 正在讨论此事的时候 法英急匆匆过来 说他的师父莱恩也中毒了 公孙策赶紧来到莱恩的房间 王朝告诉公孙策 看莱恩的模样 好像也是中了七绝散 他还告诉公孙策 地上有一个摔碎的茶杯 还有一个打翻的茶壶 法英告诉公孙策 莱恩因为惊吓过度 所以他扶着师父进的房间 他怕莱恩有什么事情发生 就守在门外 中间莱恩打开过一次房门 过了一会儿 法英听到屋里有打碎茶杯的声音 接着他就想推门进去 发现门是被反锁的 接着他就用力推开门进去 看到莱恩躺在地上 王朝在地上又发现了一堆指挥 公孙策让王朝把茶壶带回去 公孙策通过化验 证实茶壶里果然有七绝散的毒 他想不明白莱恩的房间 为什么是反锁的 还有那堆指挥 以及为什么茶壶和茶杯都摔在地上 公孙策百思不得其解 他和王朝来到藏经阁 想找一本书看 法英却告诉他师父有吩咐 任何人不能进入藏经阁 公孙策问法英是不是来恩行了 法英说没有 公孙策问他为什么是师父吩咐的 小和尚从身上掏出一封信 交给王朝 他说这是师父前几天交给他的 师父在信上说 如果有一天他昏迷不醒 就让徒弟们把他移到藏经阁内 并指明让十一师弟法卯在身边照顾他 其他人一律不许进入藏经阁 公孙策和王朝正在分析案情的时候 花公共着急忙慌跑过来 说陆香香不见了 两人来到了那口井旁 王朝在地上捡起一根竹子 他跟公孙策说竹子的切口像是刀切的 公孙策想起陆香香上次被竹子砸晕 不是意外 应该是人为 他让王朝到外面看看 还有没有可疑的线索 王朝走后 公孙策听到了陆香香的求救声 他顺着声音摸索着找到了陆香香 他的脚受伤不能走路 公孙策背起陆香香赶紧往外走 王朝回来的时候找不到公孙策 小和尚告诉他 他们走进了艳不龟 两个人在艳不龟走了半天也走不出去 王朝他们商量着各种办法 想要进入艳不龟去救两人 但是法营告诉他们 没有人可以走出艳不龟的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商量所有人住到一起 公孙策晚上和陆香香在艳不龟聊天 陆香香无意中一句话让公孙策感到很奇怪 那天展昭 在半堂中毒之前 我一直都在那里煎药 佛像竟然会流泪 公孙策让他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陆香香说他检查过那个佛像 并没有找到任何机关 公孙策问他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陆香香说他今天早上想要再次看看那口井 路上还碰到了法营和他的小尸地 当他来到井口的时候 当他再次醒来 已经被马驼进了艳不龟 公孙策说那口井肯定通往某条密道 不然不可能从里面吹出东西来 包拯正在休息的时候 马汉告诉他 公孙策的马 火尔突然跑走了 包拯推断公孙策肯定出事了 包拯跟马汉说 他们必须赶紧把皇上交代的事办完 然后去找公孙策 公孙策和陆香香走了很长时间 也走不出艳不龟 两人正在探寻出路的时候 看到唐吉唐前两兄弟正在自相残杀 唐前断了一只手臂 拿着刀正在追唐吉 唐吉一拳把唐前打晕 正要砍死他弟弟的时候 公孙策出面阻止了他 这小子一看有送上门的免费午餐 拿着刀就追来了 两人拼命奔跑 最终还是被他追上 正要对他们下毒手的时候 霍尔及时赶到 他一提子就把这个人给踢飞了 公孙策把两兄弟绑起来放到马上 打算继续寻找艳不龟的出口 当走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 霍尔停下来 他朝着左边方向看了看 公孙策和露香香朝着 霍尔看的方向走去 只见地下有好多骷髅 他们还从草堆里 发现了一个密道 两个人进到密道里面 发现了好多珠宝 再往前走 发现了一根绳子 两人顺着绳子往上爬 怎么会是这里 这是哪里 金龙寺的无珠园 这个废井口就是那个密道口 露香香来到大家住的地方 王朝看到他的身影 马上追了出去 看到一个黑衣人慌忙逃走 王朝赶忙去追黑衣人 花公公在出门不远的地方 看到一个茶壶 小蜻蜓来到饭堂找公孙策 告诉他凶手马上就被捉到了 公孙策检查了一下佛像的眼睛 证实了自己的看法 所有谜题都被他解开了 一群人正在寻找黑衣人的时候 黑衣人被飞镖击中 有人发现了他的尸体 已经死亡 法银把他的面罩揭开一看傻了眼 王朝从他身上搜出了几包药粉 他们猜测 这应该就是七绝散的解药 他们回去把药分别给快正良 展昭和莱恩喝了下去 莱恩首先第一个醒了 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说自己口渴 让徒弟拿茶给自己喝 小和尚到上茶 刚要给他的时候 露香香拦住了莱恩 大师且慢 陆香香一边说 你这茶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一边把杯子夺过来给了公孙策 莱恩一直说自己口渴 需要喝那杯茶 而公孙策说茶里有毒 不肯给莱恩 莱恩最后急了 我口感 快听我 莱恩此时性情大变 他先是给了公孙策一掌 然后抓住他的手 不想杯子从公孙策手里掉了下去 莱恩马上跪下来舔 但是也无济于事 公孙策让他赶紧拿出解药 莱恩说自己已经没有解药了 说完便晕了过去 公孙策让大家不要喊他了 他已经中了七绝散的毒 所有人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王朝说真正的凶手应该是伐卯 公孙策说伐卯其实只是莱恩的一个替罪羊 也正是因为伐卯 他才把所有谜团解开 公孙策一直不明白 陆香香为什么会被放到燕不归 直到他在燕不归发现那条案道以后才明白 案道旁边有很多人的头骨 下面有很多金银珠宝 案道直接通往吴珠园那口井 而陆香香先是被竹子砸晕 到后来被放进燕不归 都与那口井有关系 凶手非常怕他发现这其中的秘密 他也解释了头骨和金银珠宝的关系 金龙寺看似是一个开放好客的寺院 其实就是一个谋财害命的魔窟 只要妇人来到寺里 就会被下药毒晕 抢夺钱财 然后杀人灭口 陆香香一进寺院就被盯上了 凶手那天本想毒晕他 结果他没有喝那杯茶水 而是被斩昭喝下了 所以斩昭中毒 陆香香说 他在监药的时候 饭堂里根本就没有人 那凶手是怎么下毒的呢 公孙策说他仔细检查过佛像 发现他的左眼其实是一个暗道的机关 而这个暗道则是通往藏经阁的 陆香香煎药那天 凶手就是通过佛像的左眼来下毒的 王朝百思不得其解 他说这也不能证明莱恩就是凶手 况且他自己也中了毒 公孙策说 莱恩一直假装不会武功 快正梁击杀莱恩的时候 两个人其实打得天翻地覆 直到他们过来 莱恩又装作不会武功 事实上在他们来之前 莱恩已经把七绝散泼向了凯正梁 所以他才中毒 他又解释了莱恩中毒的谜底 其实莱恩早有预料 凯正梁想要干掉他 所以他提前做好了准备 写了一封信 凯正梁中毒以后 其他人都在饭堂 莱恩为了洗脱嫌疑 只能也让自己中毒 莱恩首先把自己关在屋里 把毒药倒入茶杯 把解药倒入茶壶 然后把药纸烧掉 这也是为什么 在地上发现了一堆药灰 为了让所有人确定 他是在屋里中的毒 他还故意出来跟法银讲了话 我要休息一会儿 你叫他们不要来打搅我 回到房间 莱恩把所有东西故意放倒 自己坐在地上 先是喝下去了解药 又喝下了毒药 为了引起外面法银的注意 他还在喝完毒药后 故意打碎茶杯 当他被抬到藏经阁后 事先已经交代 由法银来照应他 莱恩在解药发生效力以后 醒了过来 当然 知道了这些秘密的法银 自然也得死 而那个黑衣人 实际上就是莱恩 他假装中镖 然后再把镖插入 法银的尸体上 莱恩还把解药 放在法银身上 让人误以为 他就是下毒药的凶手 而大家在法银身上 找到解药以后 第一件事自然是救人 此时没有中毒的 莱恩喝下解药以后 反倒中毒了 所以他早早醒来要喝茶 他脖子上的佛珠里面有解药 他要把茶和解药 混在一起喝下去 但是没等他喝下去 路香香进来 就抢走了他手里的茶杯 最后被打翻 他自己也算是 多行不易避自毙了 公孙策让和尚们 把莱恩的尸体抬下去 此时法银就像 发了风势地冲向外面 王朝出手制止了他们 众人有所不解 法银为什么要这样 对待他的师父 法银道出了实情 他仔细讲来这些年 遭受的苦难 莱恩这个人自恃过高 他让徒弟们为他 建造一座最高的舍利塔 徒弟们整日受莱恩的鞭打 最终因为他不懂建设 舍利塔在建造一半时倒塌了 此后莱恩带着他们 便来到了金龙寺 寺里的住持没过多久 就留下一封遗书 走进了燕不归 莱恩就当起了金龙寺的住持 莱恩心血来潮 又要见佛塔 结果见到一半又他了 他大发雷霆 让徒弟们关上门自相残杀 打赢的就有饭吃 法银的八师弟终于被逼疯 跳入了井里自杀 莱恩封闭了那口井 但是奇怪的是 从此以后 他不再折磨徒弟们 法银说莱恩从那以后 便开始积德行善 为穷人不周施饭 但是他们吃的那些 都是人肉和人骨头汤 他们每天干的工作 让人听了以后毛骨悚然 我们天天都在 把人肉拆开 把骨头剁碎了 做饭 施舍给穷人 小和尚说 虽然莱恩这样对待他们 但是毕竟是从小被他养大 所以为了报恩 陆香香在看那口井的时候 用竹子砸晕他的人就是他 孙策问法银 为什么他们这些和尚都是孤儿 法银告诉公孙策 莱恩跟所有徒弟说 他们都是妻儿 父母不要的孩子 此时 快正良走过来打断他们 他让和尚们把莱恩抬进屋里 他抱着尼琼的尸体也来到屋里 进来后 他首先举行了一个小仪式 你在天之灵 可以安息了 凯正良把真相娓娓道来 他的第一句话就震惊了这里所有的和尚 他叫尼琼 可能是这些师父当中 某一个人的母亲 凯正良和尼琼第一次见面是在树林里 一群人正在追杀尼琼 凯正良救下了他 经过询问才知道他原来是青楼女子 因为不堪受辱 所以才逃出来 他已经逃过无数次 每次都是被抓回去 并且惨遭毒打 尼琼说他到青楼卖身子 都是因为一个叫求霸天的恶魔 他把尼琼的父母杀掉 并玷污了他 然后把他抓到山上 求霸天是当时有名的采花大盗 犯下了无数的滔天罪行 求霸天把抓来的女子囚禁在一起 供自己享用 让他们怀孕生子 最后再把他们卖到青楼 有一日 尼琼和凯正良看到正在行善的莱恩 尼琼站住了 他一眼便认出了眼前这个莱恩大师 就是当年恶贯满盈的求霸天 所以他和凯正良来到金龙寺 打算报仇 哪知却被他发现了一个秘密 凯正良拉着这个有三颗质的小和尚说 他就是尼琼和莱恩的儿子 小和尚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公孙策由此推断出 也就是说 他们都是莱恩的亲生子 这帮小和尚实在无法接受 他们都是莱恩这个人面兽心的孩子 所有人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展昭醒了 公孙策的活儿也从燕不归回来了 还拖回了那两个兄弟 两兄弟回到房间又争吵了起来 唐前为唐基吃掉自己一只手臂还在怨恨他 展昭恰巧这时走到了房间门口 听到了两个人的谈话 展昭回想起了那天晚上偷听到的秘密 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公孙策 证实这两兄弟就是要杀害包拯的那两个凶手 就在这时 唐基和唐前主动找上了门 他们两个说为了感激公孙策的救命之恩 来把真相告诉他们 唐基说刺客已改在县衙下手 如果他们不及时赶到县衙 包拯就会有危险 公孙策决定立即回县衙 他们出来的时候 看到那一家屋口里的女子和小女孩穿着校服 女子说他们在这里待这么久 就是为了给亲人做一场法事 包拯和小蜻蜓在赶往金龙寺的路上 看到一个小女孩正在地里打野菜 小蜻蜓看他可怜 就给了他一些银子 小女孩的奶奶为了答谢他 就送给了他一面铜镜 看铜镜这个形状 小蜻蜓应该是放不下去 铜镜太大 它的尺寸太小了 所以他扔给了包拯 让他替自己保管 没想到这个无心的举动 却在接下来救了包拯一命 公孙策在赶往县衙的途中停了下来 他突然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 他转身质问堂基堂钱 公孙策此时才意识到 那一家五口才是刺杀包拯的真正凶手 他们急忙掉头赶往金龙寺 包拯和小蜻蜓到达了金龙寺 正好那一家五口正在坐着法师下来 小姑娘看到包拯那一刻 突然停下了脚步 还把手里的笛子掉了 包拯替他捡了起来 就当他把笛子还给小姑娘的时候 老者拿出刀 其余几人赶忙拉住包拯 老者一刀就刺向了包拯的心脏 这时公孙策及时赶到 王朝控制住了这几个人 小蜻蜓把包拯拉到一边 展昭正在疑惑包拯没有流血的时候 难免同静救了包拯 小蜻蜓紧紧抱住了他 这五口被带到了金龙寺 包拯问老者是不是杀错人了 他们之间根本就不认识 老者让包拯仔细看一下自己 包拯终于回想起来了 包拯在三询问这一家人为什么要杀自己 他们才把原因说了出来 包拯一头雾水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胡中把证据拿了出来 一个玉坠 胡中问他认识不认识这个玉坠 包拯说这是他娘在他小时候送给他的 胡中说包拯在病倒的时候 手里紧紧攥着这个玉坠 大家听得稀里糊涂 胡中说起了整件事的经过 他的主人叫高健 高原外有一天出去打猎 看到地上奄奄一息的包拯 包拯说他因为连日进京赶考病倒了 高原外把他救回家 并治好了他的病 就在包拯第二天启程离开以后 山贼杀害了高原外一家 胡中因为回家探亲躲过一劫 回来后看到被洗劫一空的高家 他认为就是因为包拯和山贼串通 才让高原外一家被灭门 周围的山贼这些年一直就有 高家早有防备 除了加高的院墙外 房子四周一直都有人不间断巡逻 唯一能进入高家的只有一个小门 而这个小门只有高家的人才知道 他曾看到过包拯发现了这个小门 更可疑的是 胡中还在高家尸体旁边 捡到了包拯的玉坠 胡中发誓要为高原外一家报仇 他就四处为高原外报官申冤 但是奇怪的是 没有一家县衙肯受理此案 他得知包拯要来金龙寺 就带着一家人等包拯来了以后除掉他 为高原外一家报仇血恨 包拯见人证物证都有 他建议先把自己靠起来 然后把这个案子交给提刑官服大人去审理 小蜻蜓问包拯他的玉坠 怎么会出现在高家呢 包拯说这是他看到高原外的小女儿的时候 送给他的 没想到现在竟变成了杀人的证物 包拯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湖中这些年报官却没有人肯受理 这里面肯定有人在行贿 展昭猜测肯定是凶手 公孙策不明白凶手到底想隐藏什么 而阻止湖中报官 公孙策想从唐基和唐前兄弟身上套点线索 他让展昭拿着一坛酒去找两人 并诱惑他们喝了下去 然后公孙策说酒里有毒 如果他们肯说真话 就把解药给他们 两人赶忙答应下来 公孙策问两个人为什么要杀那一家五口 唐基说其实他们也是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那个人叫何远 之前唐基一直在他那打工 后来他倒卖四言发了大财 唐基唐前因为打架 误杀了一条人命被捕入狱 等他们出狱的时候 他就派人找我们 还给了我们点钱 可是我们一直都没跟他捧面 两人早知道 一家五口要行刺包折 所以在野地里 故意放话给展昭厅 把他们引到金龙寺来 何远要两人一直跟着这一家五口 如果他们去报官 就让他们两个给官府使钱 至于何远为什么这么做 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福大人被请到了金龙寺 他把官帽押上 给包拯三天时间 让他自己去破案 包拯带着小蜻蜓 来到了高建一家的坟前 王朝和展昭过来告诉公孙策 唐基唐前房间里的那封信 一直没有人来临 公孙策猜测两人在说谎 于是几个人来到 他们被绑着的地方 却发现两人已经逃跑 此时花公公跑进来 说他已经查到了何远的卷宗 他的确是一个走私私言的言商 发财以后 他隐姓埋名 朝廷派官员追捕他的时候 打听到他已经死了 最后就不了了之 包拯让王朝把信放到驿站 暗中监视有没有人认领 三天期限已到 福大人要包拯一个答案 包拯先传上来了一个人 湖中不敢相信 自己的主人还活着 他问高剑这是怎么回事 公孙策说高剑以前叫何远 因为走私私言 是朝廷的通缉犯 后来才改名叫高剑 当他得知朝廷派人 又在抓捕自己的时候 他怕暴露他以前的罪行 就自导自演了这么一出戏 包拯还证实了 坟墓里的一家四口 并非高剑的一家四口 在四年前 林村有盗尸案 他查到了那个时候 林村有一起盗尸案 下桥也是一家四口 由此可以判断高剑是戒尸还魂 高剑招任了这一切 他说自己最有应得 由此这起错综复杂的刺杀案终于结束 包拯又可以和小伙伴们 一起愉快地玩耍 注意看 还没有见过如此残暴无耻的人 他利用这个孩子 不能说话和色盲的缺陷 将他成功送上了断头台 皇上正在微赴私访的路上 看了令他气愤震惊的一幕 一个老人拦住县衙龙大人的轿子 老人跪求说他的儿子冤枉 求龙大人能替儿子申冤 而这位龙大人和当下的官员德行差不多 老人哭求说他是凡雅子的爹 他儿子是冤枉的 龙大人一听下了轿子 他气焰嚣张地说凡雅子案子是由自己亲自查办 怎么会出错 案子已经了结 他要再敢闹事 就把他抓起来 说完就让手下把老人推开了 皇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很是气愤 就答应老人一定会为他申冤 他把凡老人带到了提刑官福大人家里询问 福大人自认为破案无数 这起案子应该不过就是一起普通的杀人案件 但听完凡老人的描述后 没想到却如此复杂 凡老人说 他一直靠要饭为生 家境贫寒 儿子生下来又聋又雅 所以叫做凡雅子 父子二人一直以讨饭为生 凡老头接了一个私活 上山抓毒蛇 想赚些外快 回来后儿子却被斩首 罪名是杀害了一个驼被叫成不归的人 而且凡雅子没有任何反抗 就签字 化压了 但是凡雅子在最后行刑的时候 却用头撞地 撞出血以后在地下写了冤枉两个字 皇上觉得这个案子 凡雅子应该是被冤枉的 他一个小孩子 怎么会轻易杀死一个大人呢 包整也觉得此案必有蹊跷 他首先要弄清凡雅子 为什么会牵压认罪 包整拿着一块红布走在街上 一位老者让他赶紧把红布收起来 包整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让龙大人击鼓鸣冤 自己带着凡老头来到大堂 龙大人一看又是凡老头 气不打一出来 质问他还想干什么 凡老头嘴里一直喊他儿子是冤枉的 龙大人说此案已经了结 凡雅子也是亲自化压 包整反问龙大人人头没有找到 单凭一具尸体就断案 实在有些草率 龙大人说 虽然头颅没有找到 但是被害人成不归是一名驼背 凭着外形就可以断定 成不归是先被斧头砍死 然后用刀砍下头颅 而且他们县衙的武座 曾明已经验过尸体 说着 他就把曾明传了上来 曾明说经过验尸查明 成不归身上的伤口 确实是斧头砍伤 而且在凡雅子的身上 也搜出了带血的斧头 凡雅子也已经是签字化压 点头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 而且龙大人说 凡雅子也有杀人的动机 事发之前 凡雅子和成不归赌钱 凡雅子输钱以后却耍赖 与成不归打了起来 当时曾明也在现场 成不归被拉开临走的时候 凡雅子还做出了 要杀死他的手势 这件案子这样分析起来 确实没有什么破绽 包拯却告诉龙大人 成不归的头颅 为什么会没有 而凶手为什么 要把他的头颅藏起来 龙大人无言以对 包拯分析说 应该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掩藏死者的真正身份 成不归天生驼背 可谓身体上的特征太明显 所以凶手 并不是要掩藏死者身份 凶手这么做 就是为了第二个原因 掩盖死者的死因 包拯说 他在死者裤子里 找到了一片红树叶 他推断死者被害的地点 应该是红树林里 他就去了红树林寻找线索 结果他找到一把斧头 包拯让马汉把斧子 呈给了龙大人 龙大人打开斧头一看 上面有一个缺口 包拯转身问曾明 是否留意到 尸体上的伤口上 有一个缺口 以你多年演示的经验 你有可能对证 是和凶器所造成的吗 可 可以 包拯问他有没有怀疑过 伤口上这个缺口 曾明解释说 他看到龙大人 在凡雅兹那里找到了血腹 所以他就没有去多加验证 是他的疏忽 包拯质问曾明 你把死者的死因也疏忽了 曾明吓得不知所措 他说不明白包拯的意思 包拯说如果是活着的人被砍 伤口会变得参姿不齐 而人死后被砍的伤口 则是平整的 包拯问曾明成不归的伤口 是属于哪一类 成不归的伤口 确实是很平整 确实死后 才被弄出来的 包拯说由此可以判断出 藏在凡雅兹里的那把斧头 顶多是残害尸体的凶器 而不是杀人的凶器 包拯还在红树林里 找到了成不归的头颅 他发现红树林旁边 有一条小河 他猜测成不归 应该先是被淹死后 才被砍下头颅的 所以他向头颅浇热水 成不归的鼻孔里 流出了细杀 由此他判断出 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 龙大人认为 包拯分析的很有道理 但是 龙大人说 包拯亲自画鸭 承认自己杀人的事实 而包拯却不认同 福大人拿出了 包拯那份认罪书 包拯念给了大家听 包拯问大家 有没有觉得 这份认罪书的语法 有些奇怪 更为奇怪的是 这份认罪书 是岑明替他写的 岑明解释说 他和凡雅子平时比较好 当得知他是杀人凶手后 作为好朋友的他 为了让凡雅子 免受皮肉之苦 就在家里帮他 提前写好了 这份认罪书 包拯问岑明 在写这份认罪书的时候 为什么不用墨汁 而是用朱砂代替 岑明吱吱吱回答不上来 包拯拿着凡雅子的认罪书 让凡老头看 凡老头一眼就认出来 那个手印 就是他儿子凡雅子的 包拯问他认识不认识字 凡老头说认识一二 包拯让他念出 认罪书上的内容 在现场的所有人一片惊呼 包拯解释了这其中的奥秘 原来凡老头天生色盲 认罪书上的绿色朱砂字 对于凡老头来说就是绿色一片 而凡雅子也继承了他这一点 所以凡雅子当初在看到认罪书的时候 以为自己无罪 就痛快摁下了掌印 陈明当场认了罪 包拯跟皇上说 陈明因为赌钱欠下了很多外债 他本想赌钱赢成不归和凡雅子 结果钱都被成不归赢了去 成不归和凡雅子 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 陈明把成不归劝到河边的时候 看见他破碗里的钱 起了贪念 就把成不归摁在河里淹死了 然后把他的头颅砍下来 嫁祸给了凡雅子 注意看 小蜻蜓又多出了一个义符 不要误会 这个人不是红金宝 因为义符为他画的义符牡丹亭少女 而遭到残忍杀害 从而牵涉出一系列的连环案 所有画圣之称的冯之水 名扬天下 连皇上都十分喜欢他的画 他最有名的一幅叫做牡丹亭少女的画 曾经让很多文人默刻迷恋 多年前在冯之水展览此画的时候 被赵太师买下 只可惜这幅画还没有到了他手里 就被江湖怪盗意识偷去 并当着众人的面销毁 如今这幅画又出现在江湖上 并被一名叫红武爷的人收藏 他打算在冯之水的家中展览 让全天下的人一饱眼福 冯家为了这次展览的安全性 邀请包拯参加展览 以防再次出现意外 而怪盗意识也向包拯下了挑战书 意识可真是个怪盗 哪有事先张扬的盗棋案呢 包拯在小蜻蜓的怂恿下去了画展 由于冯之水得了风寒 在京城回不去 他的管家雷总管接待了包拯和小蜻蜓 包拯在查看第二天要展览画的屋子时 红武爷来了 他还带来了正威镖局的万总镖头 晚上包拯问小蜻蜓为什么要骗他 这张字条是你写的吧 小蜻蜓一开始还在装傻 包拯拿出了他以前的笔记 小蜻蜓这才承认那张字条不是意识写的 而是他冒充意识 故意骗包拯过来 包拯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蜻蜓祈求包拯等到了合适的机会再告诉他 小蜻蜓第二天在冯家闲逛 一个不会讲话的丫鬟拦住了他 小管家长安过来告诉小蜻蜓 雅女不让他去的地方是他家老爷的卧室 此时冯之水的弟弟冯永吉走过来 他要丫鬟过去伺候他 丫鬟不愿意去 正在拉扯的时候 雷总管过来了 冯永吉看到雷总管后灰溜溜走 画展开始了 一群爱画之人齐聚冯家 红五爷上来就宣布了一个让大家为之惊叹的消息 红五爷缓缓揭开了红布 一幅绝世的牡丹亭少女亮相在众人面前 这幅画虽然叫牡丹亭少女 但画中只有亭子 却没有少女 小蜻蜓看着眼前这幅画愣住了 眼神里透出淡淡的忧伤 一帮人怎么也猜不出这幅画的谜底 此时小蜻蜓站了出来 他刚想说什么 一颗迷雾弹从房上投下来 万总标示立即命人严守岗位 就在迷雾散去的时候 大家发现画不见了 包整劝大家不要着急 那幅画没有被偷走 而是还在房间里 他走到一个花瓶旁边 拿过来举起来对众人说 画就在这个花瓶里 包整说完以后就环顾四周 观察众人的表情 然后把花瓶用力往地下一摔 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花瓶里根本没有画 包整说 他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 那幅画其实在灯笼上面 他让小蜻蜓把画放下来 小蜻蜓一刀就劈开了灯笼 画果然就在灯笼里 红武爷问他怎么知道画是藏在灯笼里的 包整说他昨天晚上 已经派人在每个灯笼里面放上了一碟油 画放到哪个灯笼里面 哪个灯笼就会摇晃 油就会从灯笼里流出 由此他判断 小偷把画藏在了这个灯笼里 雷总管家问包整凶手是谁 包整说凶手就在我们中间 他刚才举花瓶的时候 故意向周围观望 查看每个人的反应 就在大家都紧盯他手里花瓶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向灯笼仰望 因为只有他和偷画的人知道画没有在这个花瓶里 所以看向灯笼的人就是偷画的人 万总标师刚想发作 被红武爷拦了下来 他说这是他安排的布局 叫万总标头来偷自己的画 末地就是想考验一下包整的聪明才智 果然是名不虚传 红武爷说他这些年一直在破解这幅牡丹亭少女 外界流传他身患绝症的事是真的 他最多不会活过一个月 他想在临死前破解这个谜底 要不然他死不瞑目 下面一个画痴突然掏出一瓶毅燃油泼向那幅画 然后拿起油灯扔了过去 小蜻蜓想要阻止但为时已晚 画烧着了 小蜻蜓奋力上前想要扑灭火 但是都无济于事 有人拿着一盆水泼向了画 火灭了 小蜻蜓却说 这画是假的 红武爷问小蜻蜓他怎么知道这幅画是假的 小蜻蜓信誓旦旦保证这幅画绝对是假的 红武爷感到很惊讶 他没有想到小蜻蜓年纪轻轻就能识别此画真假 他坦诚这幅画的确是假的 他说得不错 这幅画是假的 啊 真的是真的 接着他把真画拿了出来 小蜻蜓围着画走了一圈以后 包拯端着一盆水泼向了画 就在众人大惊失色的时候 红武爷非常吃惊 他问小蜻蜓是怎么发现画中之谜的 小蜻蜓把发卡拿下来 披散出一头绣发 并把脖子下面的五星露给大家看 原来跟画上的少女一模一样 长安走出来说 冯之水曾经说过 这幅画是画的他女儿 没错 我这是冯之水的亲生女儿 红武爷哈哈一笑 他终于知道了这幅画的谜底 说完拿起桌子上的话就跑了出去 众人跟着追了出去 红武爷跑到一处火场 带着这幅牡丹厅少女一起进行了火葬 小蜻蜓痛不欲绝 包拯正在和雷总管说话的时候 雷总管说 那是他家奶奶 因为癫痫人已经变疯了 经常会大喊大叫 小蜻蜓也听到了女子叫喊的声音 哑女丫鬟写字告诉小蜻蜓 那个女人是老爷后来娶的女人 长安这事过来了 小蜻蜓问长安丫鬟怎么会变成这样 长安说他以前在奶奶身边伺候 奶奶疯了以后 丫鬟就失去了以前的记忆 也不会说话了 小蜻蜓问他奶奶是怎么变疯的 长安刚想说 冯永吉就打断了他 并把他叫走了 冯之水因为咳嗽得厉害 想要回家 走在半路的时候 家丁过来告诉他 他的女儿并没有死 正在这时 张龙和赵胡把家丁全部收拾了以后 绑架了冯之水 小蜻蜓来到后花园 想去探望一下奶奶 却被雷总管拦了下来 雷总管把小蜻蜓劝了回去 他想考证一下 小蜻蜓是不是冒充缝之水的女儿 所以他进去后 就给小蜻蜓跪了下来 说当年是他护送小蜻蜓和大奶奶 也就是小蜻蜓的母亲 结果他们乘坐地传翻了 雷总管没死 大奶奶的尸体在湖里找到了 却没有发现小蜻蜓 他们都以为小蜻蜓死了 所以也没有寻找 小蜻蜓说是一个村的村长救了他 他完全失去了记忆 是村长告诉他当时救他的过程 后来村长死了 那个村也被大水给淹了 雷总管问他是怎么认识包拯的 小蜻蜓撒谎说他身上没有钱 就去做了小偷 在街上偷了包拯的钱包 后来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他还说 当他见到那幅母丹厅少女以后 我把那个人叫做D 小蜻蜓晚上和包拯见面 包拯问他为什么要冒充画里的少女 为什么冒充缝止水的女儿 小蜻蜓说自己确实是那幅画的少女 包拯问他不是三连王的女儿吗 怎么现在又变成了缝止水的女儿 小蜻蜓说话的少女确实是他 但是那幅画不是缝止水画的 那幅画不是缝止水画的 什么 那幅画是我义父画的 是我义父为我画的 你义父 他向包拯讲述了一下事情的真相 小蜻蜓的娘死了以后 他就到处流浪 后来就靠偷东西为生 有一次他偷了他义父的东西被他抓住 他义父看他长得秀气 就收他为干女儿 当然这个人绝对不是红金宝 他的义父叫卢有牙 卢有牙从此以后开始教小蜻蜓轻功和武功 卢有牙不光武功好 画画的本领也很强 不像红金宝 只会打打杀杀 有一天卢有牙带着小蜻蜓 来到了一个叫牡丹亭的地方 为他画下了那幅精士之作 牡丹亭少女 从他画完那幅画以后 他就没有再见过一幅 卢有牙就像是人间消失了一样 这些年小蜻蜓一直在关注冯之水的话 因为他的话和他义父卢有牙的话太像了 而且他听到冯之水六年前突然封闭 他一直想混进冯府打探一下 所以才趁着这次机会来到了这里 探听一下他义父卢有牙的消息 张龙照火把冯之水绑架到一个山洞里 逼着他写下一封绑架信 两个人走出山洞以后 张龙让赵虎把这封信去交给冯家 赵虎不肯去 原来两个人跟踪小蜻蜓 发现他竟然把张龙的老婆和赵虎的妹妹接了过来 并把二人描述成了大英雄 两人在街上看到小蜻蜓的时候 小蜻蜓让他们绑架冯之水 要不然就把他们这些年偷鸡摸狗的勾当 告诉给他老婆和妹妹 两人怕了 时好任由小蜻蜓摆布 欧整假装和雷总管告辞离开 离开了冯府 家丁进来报告说 冯之水被两人绑匪劫走了 雷总管家来到现场 他叫人在方圆石里寻找冯之水 长安晚上送饭的时候 小蜻蜓偷偷跟在后面 他把守在门外的一个家丁迷晕 跟着长安进入了房间 他进去以后 看到一个女子被关在牢房里 嘴里还念念有词 长安把女子的两只手绑了起来 进去打扫卫生 女子拿出事先藏好的碎片 割开了绳子逃了出去 马汉把风之水被绑架的消息告诉给了包长 两个人打算到冯府走一趟 王朝和花公公伴坐黑衣人潜入冯府 他们想来看看小蜻蜓 家丁们集结在一起抓疯女人 疯女人来到了一间大客厅 小蜻蜓也跟了过来 她跳上房梁 大厅里面有很多张盖着白布的床 疯女人听到有人过来 找了一张就钻了进去 王朝和花公公也来到了这间大厅 他们也都藏了起来 一帮家丁也追到了这里 正当长安快要掀起 花公公藏的位置的白布时 冯永急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长安实话实说 此时雷总管也过来了 长安把疯女人逃走的消息跟他说了 雷总管知道他就藏在这屋里 出来吧 我说三声 你再不出来 你怪我不客气 快要数到三的时候 花公公却吓得跑了出来 这时疯女人也从白布下面跑了出来 雷总管一把抓住了她 小蜻蜓向下扔了几颗迷雾弹 趁机把花公公就走了 此时包拯和马汉赶到 包拯说他闻听缝止水被绑架了 特意过来看看 雷总管矢口否认 正在这时 家丁拿着一支剑和一封信进来了 冯永急打开一看 这正是张龙赵虎逼着缝止水写的那封信 一切交涉全部交由我女儿负责 包拯趁机主动加入 让我插上一手 万一有什么事 你们也不会落得一个不报官府的罪名 雷总管显然不愿意让包拯插手 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小蜻蜓这时走进来 包拯让他看了一下这封信 小蜻蜓装作很诧异 雷总管不想让小蜻蜓插手管 小蜻蜓计划这么周密 哪里会答应 他随后和包拯偷偷见了面 包拯猜出是小蜻蜓绑架了缝止水 他问小蜻蜓那个疯女人是谁 是缝止水的夫人 两个人很奇怪 六年前冯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蜻蜓猜测这和他义府有关系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就拉着包拯来到了那间大屋 小蜻蜓回想起疯女人进屋后 朝着房顶在寻找着什么 他让包拯查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线索 两人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 冯永吉找到小蜻蜓 要和他做一笔交易 他知道小蜻蜓不是哥哥缝止水的女儿 但是他不会戳穿小蜻蜓 你到底想怎样 现在还没到学后 小蜻蜓回去后写了几个名字 他让丫鬟辨认一下哪些人不可信 小蜻蜓问丫鬟雷总管 也很值得信任吗 丫鬟想了想写道 他对老爷很忠心 他又问丫鬟长安怎么样 丫鬟写道 小蜻蜓找到长安 向他询问疯女子的事 长安说疯女人是疯止水的第二个老婆 名叫严四娘 刚进府时候的他光彩四射 把缝止水迷的神魂颠倒 后来因为严四娘生了一种怪病 就被缝止水冷落了 过了半年 严四娘的病竟然痊愈了 小蜻蜓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发疯 长安说有一夜下大雨 一个贼潜入了缝府的书斋 几个人抓贼的时候 看见严四娘躺在地上吐得很厉害 他们把他扶起来以后 严四娘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冯永吉也是在那晚受伤的 只见他躺在地上 昏迷不醒 长安说那晚整夜都没见过丫鬟 他在第二天打水的时候 发现丫鬟在井里 他们一起把丫鬟捞了上来 小蜻蜓问长安 他父亲怎么样 长安说缝止水发现了贼 一边跑一边喊捉贼 而他的右手还被刺伤 雷总管在那一夜 带人寻找了半天 什么也没找到 奇怪的是 家里值钱的东西 一样也没少 长安说没有人看到 那个贼的模样 自从那件事以后 缝止水觉得是书斋 给他们带来了晦气 就派人把书斋封了起来 小蜻蜓来找严四娘 一进去 严四娘就疯了似的 把他往外推 推的过程中 偷偷传给了小蜻蜓 一张字条 小蜻蜓找到包整 把字条给他看了一下 这字条上说 有人监视 仿佛上上下下 所有的人都不可信 小蜻蜓觉得 他好像有什么话 要对自己说 包整对字条上的 最后一句话 有些不理解 三更月光 照地躺 两个人来到 那个封存的书斋 小蜻蜓看到地上 有一只毛笔 认出这是卢有牙的画笔 小蜻蜓决定出去一趟 去找缝止水 他和丫鬟跑出来 甩掉了后面 跟踪他的家丁 来到山洞 他问缝止水 你认识一个 叫卢有牙的人吗 缝止水摇头说不认识 他又问缝止水 认识不认识 手中的这根笔 缝止水也说不认识 小蜻蜓问他 六年前那个风雨夜 发生的事 缝止水只说 是府中进去了贼 其他不肯说 小蜻蜓把一张字条 交给了张龙照顾 让缝止水照着上面的内容 再给缝家写一封书信 缝永吉在街上 被两个人抓住 要他还钱 老缝下的答应 他们明天肯定还钱 他在回去的时候 王朝假装给缝府送礼物的人 跟着缝永吉混进了缝家 他说有一座玉观音 要送给缝止水 缝永吉说他哥哥不在家 要王朝把玉观音 交给自己就行 这样吧 我就替我大哥 收下这份礼了 缝永吉怕生出意外 他就让王朝在府里住上一夜 第二天自己和他一起去拿 小蜻蜓带着缝止水写的信回来了 他跟雷总管说 这是绑匪写来的信 他把信递给雷总管 雷总管看到信上的内容后 直呼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不是老爷写的 小蜻蜓执意要去 雷总管没有办法 带着他和包拯去了书斋 小蜻蜓进去后假装找书 包拯就四处观察屋里的情况 两个人晚上偷偷来到书斋 在里面寻找起线索来 包拯抬头望着斋坊里的那个小天窗 想起严四娘的那句 包拯忽然想明白了什么 他蹲在地上开始敲了起来 果然有一块地砖是空的 他们打开一看 里面有一个机关 两人转动旋钮 发现有一个密道的门打开了 他们正要进去的时候 一个黑衣人向包拯扔过来一个飞镖 把守在门外的王朝眼击手快 打掉了飞镖 黑衣人转身逃走 王朝紧追了上去 两人来到密室 小蜻蜓在桌子上又看到了卢有牙的画笔 包拯在地上看到了一根锁链 两人猜测卢有牙曾经被关在这里 王朝到密室找到包拯 说黑衣人逃走吧 包拯看到有一扇小门 他让王朝把门打开 包拯报了关 当地抚引朱大人来到了密室 他来到后掀开尸体一看 尸体已经变成白骨 朱大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案子 所以他打算让包拯来破解这个密室杀人案 这也正是包拯的用意 雷总管却百般阻挠 朱大人一再坚持 雷总管不敢违抗 此案就交给了包拯 包拯在验过这具白骨后得知 此人生前是被毒死 他挨个询问冯府里的家丁 终于了解了一些情况 家丁们说冯之水有一天把自己的画全烧了 然后进入书斋 他告诉下人 谁都不准进去 他要在里面潜心画画 直到半年后 之后冯之水在画坛上声名大噪 他却在书斋禁贼那次以后封闭了 小蜻蜓找到了严四娘 想从他身上问出点线索来 严四娘指着小蜻蜓说 他肯定不是冯之水的女儿 说着他扒开了小蜻蜓的衣服 小蜻蜓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说他是卢有牙的一女 严四娘听到卢有牙的名字后变得紧张起来 小蜻蜓求他把真相告诉自己 严四娘回忆起了当年的事 十年前 他嫁给了冯之水 本以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谁知嫁给他之后才知道 他原来是一个满口脏眼的大骗子 由于他得了怪病 所以冯之水嫌弃他 不再管他 有一天他看到冯之水在书斋叫人施工 晚上他偷偷进入了书斋 看到一个地下密室 当他进去后 看到一个人正在密室作画 卢有牙治好了他的病 他谎称自己是冯之水的妹妹 严四娘非常欣赏卢有牙 对他很敬仰 有一天冯之水突然说要闭关画画 他把自己关在书斋 谁也不准进入 直到半年后出关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事实上是他看到卢有牙的话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惊世之作 他就骗卢有牙说 可以让他成为世上最伟大的画家 这之后他就拿着卢有牙的话 谎称是自己的作品 他不停让卢有牙为他画画 小蜻蜓不明白他义服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会一直受骗 严四娘告诉小蜻蜓 这都是他造成的 有一天他去找卢有牙 看到他心情不好 一人在喝酒 可能那时他已经意识到 自己被缝止水片了 严四娘进去后 也与他一起喝了起来 两人随后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 这其实就是卢有牙设计的圈套 他其实早就知道了 严四娘经常去找卢有牙 所以故意在酒里下米药 让两人打扑克 之后缝止水便要挟卢有牙 他睡了自己的老婆 让他听命于自己 卢有牙觉得自己很无耻 心中有愧 就只好任由缝止水摆弄了 缝止水之后 把卢有牙用铁链锁起来 他利用两人的关系 不停让卢有牙为他作画 只要卢有牙作一幅画 他就不再折磨严四娘 而且还允许他们见一次面 卢有牙为了严四娘 只能不停为缝止水做画 当卢有牙知道 那幅牡丹亭少女 被赵太师埋走以后 仰天大笑 他知道只有小蜻蜓 和他才知晓画中的秘密 所以他寄望小蜻蜓 有一天能利用画中之谜 来救自己 缝止水知道画里有秘密的时候 抽打卢有牙逼问他说出来 但是卢有牙死活不肯说 所以他找到了怪盗意识 要他把画毁掉 但是意识最后却没有把画毁了 小蜻蜓猜出了红五叶 其实就是当年那个怪导意识 小蜻蜓问严四娘 他义父最后是怎么死的 小蜻蜓找到包拯 向他讲述了他义父死亡的过程 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卢有牙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 他让严四娘带给他一包毒药 卢有牙就这样服毒自杀 而严四娘也想与他一同上路 就也喝下了毒酒 严四娘刚喝下去以后 就被缝止水发现 缝止水把严四娘带到外边 让雷总管往他嘴里灌粪水 使他能把毒药吐出来 最后严四娘被救活了 但是他却变得 疯疯癫癫了 包拯看着密室里的东西有些疑惑 他觉得严四娘有些事情在瞒着他们 他们找到严四娘 问他是不是还有事隐瞒着他们 严四娘嘴里又在说着疯话 两人觉得他是真疯了 就在转身想要离开的时候 严四娘叫住了他们 为了证明自己没风 包拯觉得还是有很多让人疑惑的地方 比如冯永吉为什么在那天晚上也会受伤 冯永吉觉得自己嗓子不舒服 就去药房拿药 正好碰到给缝止水过来拿药的赵虎 赵虎拿完药走后 药房老板一句话让冯永吉起了疑心 他跟在赵虎的身后 一直尾随到山洞 他找到那两个要钱的人 包拯让小蜻蜓带他去见一下缝止水 冯永吉带着两人去找缝止水 他们先是把张龙赵虎迷晕 然后把缝止水装入麻袋 缝止水一猜就是弟弟冯永吉倒的鬼 他答应两人给他们更多的银两 让他们把自己放下来 捉住冯永吉 两人把冯永吉揪了回来 缝止水狠狠抽着冯永吉的时候 包拯赶到 把几个人全部抓了起来 冯永吉把一切都招认了 他说自己早就知道 哥哥让卢有牙替他做话的事 所以不断向他勒索钱财 但是冯止水一再拖延给他的钱 他对哥哥十分不满 终于在那个磅礴大雨的夜晚 他进入书斋后 发现了躺在地上昏迷的卢有牙 他想让卢有牙也为自己做话 于是他把锁链砸断 想救他出去 这时正好冯止水进来 两人撕打了起来 卢有牙晃晃悠悠也站了起来 冯永吉上去就把卢有牙用斧头砸死了 他转过身也要把冯止水收拾了 就在他冲过来的时候 雷总管赶到 一脚把他踢晕了过去 冯止水拿起刀就砍向了冯永吉 只不过那一刀砍天了 没有要了他的命 冯止水醒了过来 他承认了一切罪行 并对自己杀死卢有牙痛悔不已 张龙召虎过来投奔包拯 包拯收留了他们 他认为此案还有很多疑点 他正说如果有公孙策在的话 就能解决这些谜团的时候 展昭说 公孙策现在正在用陆香香给他配的药 现在陆香香又去到外地寻找新药 两人就来找包拯了 他们来到了卢有牙的尸骨旁边 包拯跟他说 卢有牙确实骨头发黑 是中毒而死 头骨也有裂痕 展昭说冯永吉已经认罪 案子可以了结了 但是包拯又提出了几个疑点 丫鬟为什么会在井里 还有 既然是冯永吉将卢有牙杀害 冯之水为什么要替他隐藏呢 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案格子里 冯之水和雷总管在一起商议 为了防止事情再扩大 他们决定杀死冯永吉 造成他畏罪自杀的假象 雷总管把长安叫到房间 让他帮一个忙 冯之水和雷总管来到冯永吉的房间 雷总管说看守他的人一时半会回不来 两人进去后先迷晕了冯永吉 就在他们想要给他灌毒酒的时候 门外突然有人喊抓贼 两人迅速把冯永吉放回了床上 出去以后看到长安带着一帮人正在抓贼 包拯不明白冯永吉为什么会突然昏迷 他问赵虎不是让他看着冯永吉吗 刚才有一个家丁说你找我有事 我去急急忙忙跑到后山 后来他到了后山发现没有人 赵虎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雷总管看冯之水咳嗽的厉害 就说带他去看大夫冯永吉醒了 他说是他哥哥冯之水把他迷晕的 展昭过来报告包涨 冯之水和雷总管出门 他以命张龙和赵虎跟踪 雷总管在半路停了冯之水的轿子 他对冯之水说了一句话 说完就拽着冯之水往河里走 就在他想要杀死冯之水的时候 张龙照虎赶了过来 把两人带回了冯府 雷总管道出了事情 卢有牙是他杀的 但是帮忙的人是冯之水 所以他一直觉得亏欠冯之水 这些年来才对他言听计从 公孙策还查到 红武爷展览牡丹亭少女的时候 也是雷总管故意放那个烧画的人进来 让他来搞破坏 这是因为冯之水害怕那幅画的秘密暴露出来 会把他的真面目揭露出来 所以才让他叫人把画烧掉 包拯还让展昭把一个人领了进来 此人正是雷总管的弟弟雷雨 雷总管这才把事情的原委讲了出来 他因为无钱埋葬自己的妻子 是冯之水为他买了棺木 帮他葬了妻子 雷总管所以一直对冯之水忠心耿耿 下大雨那晚 冯之水用刀砍了冯永吉以后 他抱着冯永吉走了 回来后看到冯之水正在往卢有牙嘴里灌毒酒 他本想阻止冯之水 但是却看到卢有牙已经死亡 于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把卢有牙的尸体藏进了暗阁里 冯之水为了不让人怀疑 就用刀划伤了自己的手臂 并从此以后封存了书斋 公孙策在地窖里正研究卢有牙喝下的毒药 马汉把陆香香也领了进来 陆香香因为一直治不好公孙策而感到自责 所以他也把自己的双眼蒙起来 公孙策不要让他瞎胡闹 两人正在拉扯的时候 陆香香一把拽下了公孙策的红布 你干嘛不说话啊 包拯问丫鬟 他记不记得当时谁把他推下的井里 丫鬟写给包拯 他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展昭过来告诉包拯 公孙策的眼睛复明了 包拯来到地下室 公孙策一眼就看到了包拯 两个人又可以正常在一起破案了 公孙策 公孙策告诉包拯 他已经看过卢有牙喝下去的毒药了 那种药其实只是一种迷药 而不能致死 公孙策还在卢有牙的尸骨上发现 骨头发黑的地方是有人故意涂上去的 他们又把尸体放到外边 利用蒸骨法发现 卢有牙头颅生前曾遭受过重击 包拯仔细翻看那个研台 他发现底部有黑色的粉末 就用刀刮下来放入杯子里用水漆开 就在包拯琢琢磨的时候 一个黑衣人偷偷进来 把包拯打晕了过去 公孙策帮丫鬟看了一下喉咙 发现他的猴头没有任何问题 他现在不能说话的原因是心理障碍 也许在某一个时刻 他就会说出话来 这时展昭把长安扶了进来 他醒来以后说自己被蒙面人打晕 他还看清了那个人的长相 二老爷 冯永吉 对就是他 此时包拯昏昏沉沉也进来了 他满脸是血 丫鬟看到他的模样以后叫了起来 王朝这时也慌慌张张跑进来说冯永吉跑了 包拯问丫鬟为什么刚才看到自己的样子 会大叫起来 是不是让他想到了什么 丫鬟被吓得惊魂未定 小蜻蜓把他扶进了屋里然后出去了 丫鬟又回想起包拯刚才的脸 似乎想到了什么 就在这时 一个蒙面人在他身后举起了刀 幸亏小蜻蜓进来大叫一声 丫鬟躲了过去 就在他拿刀刺向丫鬟的时候 展昭及时出现 黑衣人撒腿就跑 展昭追出来的时候 黑衣人已经从旁边的小门逃跑 这时包拯等人都跑了出来 雷总管和家丁们也跑了出来 包拯问雷总管小门通向什么地方 雷总管说通往后山 包拯吩咐大家第二天搜山 冯永吉被抬了回来 公孙策看到他脖子上有一处刀痕 像是自杀 但包拯判断他根本不是自杀 因为冯永吉手上有一处被棍子打的痕迹 像是在两个时辰以内新添上去的 展昭昨天打了黑衣人手上一棍 所以真正的凶手在今天搜山以前 在冯永吉手上新添了这个痕迹来嫁祸给他 包拯判断这个人肯定就是他们搜山人的其中一个 丫鬟拿着红粉底过来看望严四娘的时候 一个黑影拿着刀悄悄从他身后走过来 就在他挥刀的那一刻 长安想要逃跑 却被王朝他们摁倒 严四娘看到长安后变得激动起来 他把手里的红粉底一把扑向了长安 丫鬟看到长安此时的面貌后大叫了起来 原来那晚长安本想去地窖偷画 却发现了藏在暗阁里的卢有牙 他见卢有牙睁开眼活了过来 就抓起地上的燕台 把卢有牙给彻底砸死了 长安正在砸卢有牙的时候 丫鬟也进来了 他看到长安满脸是血的模样后大叫起来 长安就把他扔下井里面去了 注意看 行侠仗义的展昭也谈起了恋爱 还给自己心爱的人破解了一个惊天大案 还想往哪儿走 展昭在去向国寺的路上 看到路边有一个少年晕倒 展昭把他救了起来 少年醒了 他告诉展昭 自己名叫芳芳 他问了展昭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替我清理伤口的时候 有没有碰过我 展昭说我不碰你 怎么为你清理伤口啊 芳芳让展昭转过身去 他看了看脖子上的玉坠还在 才放下心来 芳芳告诉展昭 自己被人追杀 他说他家是杭州经商的 他和五个仆人去找住在东京的外婆 他们六个人住在一家客栈的时候 几个黑衣人过来刺杀他们 其中一个仆人认出了刺客用的武功 他在仆人的掩护下逃走了 昏倒在了树林里 芳芳说 他曾看到其中一个黑衣人脸上 有一条长长的疤痕 他求展昭带他先去福岗村找两个人 他爹曾告诉他 如果出了事就去找他们 展昭劝芳芳先去报案再说 两个人带着官差去了那家客栈 但是店小二却说 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那种事 官差把两人带了回去 并教训了他们一顿 芳芳说那家客栈一定有问题 那天的老板和店小二都换了 展昭认为芳芳又在扯谎 你说你家在杭州 可你对杭州却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你爹是富商 可你连他的电号也不知道 你这不是在骗我吗 两个人在说话期间 一对夫妇过来认领他 说是他的父母 芳芳此时偷偷把一样东西交到了展昭手里 他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两个人 说完撒腿就跑 男子在路上拦住了他 还想往哪儿走 展昭尾随其后 跟着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大吉货仓的地方 展昭为了验证芳芳说的话是真是假 他跑到了那家客栈寻找线索 最终在地上找到了一片带血的树叶 展昭来到了那家大吉货仓 并找到了芳芳 这时一群黑衣人进来与展昭打了起来 最终被展昭全部收拾了 两人逃了出去 芳芳先向展昭要回了那块偷偷塞给他的石头 不瞒你说 这石可是无价之宝 他们就是为了这块石头而来的 芳芳说他爹买了这块石头以后 接二连三发生怪事 他爹就让他和五个仆人 把这块石头送到东京的外婆家里 芳芳说他也不知道 他爹只是告诉他 如果出了事 就去福岗村找乔木峰和乔珠峰两兄妹就行 两人到了福岗村以后 展昭向人打听这一对兄妹 可村民说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两个人 芳芳向两个渔夫借船去逍遥岛 逍遥岛 逍遥岛只是一个传说 哪有这种大话 芳芳不听 偷偷上了船 想一个人去逍遥岛 展昭最终把他拦了回来 两人的衣服都湿了 展昭让芳芳脱下衣服烤烤火 芳芳不肯脱 这个傻小子感到很奇怪 大家都是男孩子 你怕什么 两人正在睡觉的时候 两个刺客闯进来与展昭打了起来 当看到芳芳走过来的时候 两人停止了打斗 芳芳问他们有什么凭证 两人从兜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芳芳看到信物后才放了心 他把展昭介绍给了两人 乔木峰说 他们在这个村子里一直隐姓埋名 刚才听村民说有人在找他们 他就知道肯定是芳芳 所以就找来了 几个人在睡觉的时候 有人往房间里吐迷烟 被乔木峰发现 一群黑衣人闯了进来 几个人撕打起来 乔珠峰和展昭因为吸进了迷烟 所以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和芳芳已经在煽动 乔木峰兄妹回来后告诉他们 这里是逍遥岛 芳芳说 首先他们要找到一线天 就是一块大石头 乔珠峰向乔木峰使眼色 乔木峰说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明天再去找一线天 展昭晚上感觉又被一阵迷药晕倒 他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发现三人已经不见了 正在迷惑的时候 芳芳和乔珠峰回来了 展昭说自己感到特别乏 也特别累 所以醒得有点晚了 几个人分头去找一线天 展昭在一处空地看到了两块石头 乔木峰让芳芳拿出身上带的石头 乔木峰让芳芳拿着石头朝太阳看 就会看到其中的秘密了 芳芳说他爹曾告诉他 一定要在早上的阳光看才行 晚上展昭和芳芳聊天的时候 乔珠峰想要看看芳芳脖子上的石头 一名黑衣人刺了过来 乔珠峰一把将芳芳的石头拽了下来 在打斗中被踢入了火堆 两人正在火堆里抢石头的时候 一名独眼龙也加入进来 黑衣人逃走了 这时乔木峰却出现了 两人打了起来 就在展昭准备上前帮忙的时候 独眼龙逃走了 展昭睡觉的时候又被迷烟晕倒 在醒来的时候却已经在船上了 包整带着张龙赵虎来到饭馆打听展昭的下落 殿小二告诉包整 前几日有一个小和尚领着一个少年到衙门去报案 包整找到了展昭报案的那个和捕头 他和一个少年在一起 还谎说蓬原客栈有命案 包整让张龙赵虎调查了那间客栈 发现这个客栈的门都是新换过 而且自从报案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去住过 包整猜测展昭应该遇到了麻烦 包整把和捕头叫来 询问他客栈的事 和捕头说那家客栈的老板和店小二都不知去向 包整问他最近小镇上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事情 和捕头说 有一间大集货舱曾经发生过打斗 而且近日发现很多外地的陌生人经常出入 展昭的船飘回了福岗村 他来到兄妹俩的房子寻找线索 正在翻箱倒柜的时候 一个人来到房间 看到展昭后转身就跑 展昭追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那个人 却看到路边一个老人筐里背着一束草 展昭想起他和方方曾经见过这种草 这是什么草啊 展昭问老者这是什么草 这是寡妇草 挺苦的 包整和赵虎偷偷来到大集货舱 他们打开箱子以后发现了一个布兜 包整解开以后发现里面是一些木板 他把木板拼好 果然不是一般普通的苦力 他们和邪教一关 展昭一路向盘儿山走去 他在路边又发现了一种花 觉得挺眼熟 我看你睡得那么香 所以就不叫你了 展昭断定方方就在附近 他来到一个山洞 找到了方方 展昭把他带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后 告诉他乔木峰和乔珠峰并不是他要找的人 他已经去过他们住的房间了 而且这里也不是什么逍遥岛 那个一线天也应该是两人伪造的 他从地下的碎石就可以判断出来 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套出方方的秘密 方方说其实他早就识破了两人不是他要找的人 他们当时拿出来的信物是对的 方方如果当场揭穿了他们怕有危险 而且他告诉两人一线天的秘密也是假的 真正的一线天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包拯三人来到了福岗村 看到了展昭的马 包拯听两个村民说 他们见过那个小和尚 他一直说要往逍遥岛 方方为了不让那两兄妹怀疑 打算先回洞里 那两人应该知道真的乔木峰乔珠峰的下落 他想找到两人再去逍遥岛 展昭跟着他一起回去 他告诉方方 他会躲在山洞外面 如果遇到危险 他让方方就大喊叫出声来 两人走后 展昭把一个香袋遗落在了现场 两兄妹回到了山洞 方方假装刚刚睡醒 乔木峰拿出一瓶水让方方喝 方方喝了水以后就晕了过去 两人离开山洞后展昭赶紧进来 给方方闻了一下解药 方方醒了过来 两人开始跟踪兄妹俩 他们来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地下绑着真正的乔木峰和乔珠峰 男人逼着乔木峰和他合作 两兄妹誓死不从 两个人把他们打晕 这个叫叶青的女人出了一个主意 两人走后 展昭开始为真正的乔木峰兄妹逼堵 他们醒来以后 方方拿出了一条绣有太阳的白布 兄妹两个健壮立即下跪 并从身上也拿出了一样的白金 展昭此时才明白 为什么那两个人是假的 方方正问他们是怎样被抓的 那两个人也来到了这里 几个人打了起来 就在方方快要遇到危险的时候 方方的仆人泰雅及时出现救了她 那两个人扔出一颗火药就逃跑了 听到泰雅叫小姐 展昭这个傻小子这时才知道方方原来是女儿身 几个人坐船去了逍遥岛 他们到了岛上以后 后面树林里已经有几个拿刀的人盯上了他们 并一路尾随跟着他们来到一个山洞的洞口 几个人通过地道 来到了一个较快活骨的地方 包整一路寻找展昭 正好碰到了叶青兄妹 他们说见过展昭和一个少年 他们两个被三个男人绑架到了逍遥岛 包整问他们 那有没有和一个老人在一起 叶青胡乱回答说是 他说他们有船 可以和包整他们结伴去逍遥岛 几个人商量先住一晚 明天就启程 他们来到了展昭和方方去过的破屋子 包整等他们走后 看到了展昭丢在这里的香包 包整说两人肯定有问题 刚才他胡乱问展昭身边有没有一个老人 两人竟然说有 包整让张龙和赵虎要提防这两个人 展昭见芳芳一路都不怎么说话 就问芳芳怎么回事 芳芳向展昭道出了诗情 我总觉得身边的人都像很靠不住似的 除了你 展昭安慰着芳芳 随后他们来到了河边 展昭让她把愿望写下来 放进漂流瓶 丢进河里 这样她的愿望就会实现 几个人在第二天找到了一线天 他们按照芳芳的方法却没有成功 没有找到宝藏 是我爹这样告诉我的 奇怪 两兄妹来到了树林里 一群人称她为格统领 原来她叫格也乐 是反贼部都塔斯手下的大将军 他们在一起商量着如何去逍遥岛 张龙偷偷跟踪了回来 还没等站稳脚跟 就被人发现了 一群人开始群殴张龙 直到她被打晕了过去 包拯和赵虎一路寻找张龙 皇上却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几个人回到快活谷的时候 格也乐也来到了岛上 他们逼着泰雅交出方方公主 双方打了起来 展昭带着方方逃了出去 跑到一个山头被一群人拦了下来 方方上前用手抚摸独眼龙的头 让她平身 转身冲着包拯微笑 展昭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方方回去告诉展昭 他们属于一个少数民族 叫哈维拉族 他爹是这个族的族长 名叫鄂尔高 展昭问他为什么要到这里寻宝 方方告诉展昭 他们的族群发生了政变 有人想要篡夺他爹的位置 也就是格也乐和叶青的上司布都塔斯 方方的爹知道有人要叛变 就让属下护送方方走 那一天晚上 在客栈的那群黑衣人 就是布都塔斯派下来追杀方方的 而他们抓方方主要是为了抢走他身上的那块石石 而方方用这块石石就可以找到神石 因为谁拥有神石 谁就可以当组长 方方说十年前 他爹刚要登位 就有人想要叛变 方方的爹只好求助大宋 怎料途中又有人叛变 他爹只好把神石藏到了这个岛上 后来在大宋的帮助下终于登位成为组长 而他当时为了顺利登位 只能造了一块假神石来掩人耳目 那布都挟持了你爹之后 才知道那个神石是假的 然后就派人来追捕你 想得到真的神石 展昭问方方刚才那个独眼龙 为什么会听命于他 方方说那是天火部队 他们曾发过誓言要世世代代保护他们的族人 至于是什么原因 他也不知道 展昭还问了方方一个问题 他们全部都是残废 很奇怪啊 方方说他也不知道 展昭此时听到了老鼠的叫声 他顺着声音却发现了一个暗档 里面藏了不少好酒 皇上原来是来这里祭祀 先皇曾与这里一个叫哈维拉族的部族结果盟 先皇曾派兵救过他们现在的族长 名叫鄂尔高 但是在这附近 似乎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所以先皇 每年的这个月 都会来这祭祀 王朝马汉张龙照护 一起来见包整 包整奇怪张龙是怎么被找到的 原来王朝马汉在来的途中 看到被挂在了树上的张龙 就把他救了下来 四人一起来到了这里 展昭无意中发现 太雅也叛变了公主 他回到快货谷 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方方 却被独眼龙的人打晕 包整和皇上正在乘船的时候 看见湖面挑着一个人 随手把人救上来 他们才看清原来是展昭 展昭醒了以后 把这几天发生的事跟他们讲了一下 并说方方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目前岛上只有乔木峰和乔珠峰两兄妹是好人 其他全是坏蛋 展昭特别担心方方的安危 他不想连累大家 就独自一人又回到了逍遥岛 他刚到岛上就发现乔木峰兄妹 被独眼龙等人绑了起来 他们逼问方方公主的下落 展昭忽然想起了他发现的那个暗道 他猜想方方一定躲在那里 展昭找过去 方方果然藏在那里 展昭把方方带去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告诉他独眼龙也叛变了 方方说其实他早有察觉 自从展昭失踪以后 他们就百般阻挠 不让他去寻找展昭 但是方方告诉他们 展昭这时才知道 方方把钥匙藏在了他的书里 包拯带着马汉和赵虎 好不容易也上了逍遥岛 三个人来到了快货谷 正在这时 格野勒一帮人也回来了 三个人躲了起来 正当他们想要偷偷撤退的时候 马汉让赵虎带着包拯从密道先走 他自己出来应战 但很快就被制服了 格野勒逼问马汉是什么人 马汉开始装疯卖傻 企图蒙混过关 但是这帮人不肯相信他 一直逼问他的同党在哪里 展昭说包拯一定会来救他们 所以他在树上做了标记 好让包拯看到找到他们 包拯和赵虎果然通过这个方法找到了展昭和方方 几个人来到一线天 想要破解密码找到神石 包拯通过影子记下了几个奇怪的标记 这时布都塔斯却带着手下也来到了一线天 布都塔斯已经软禁了方方的第二高 他想要在今晚登机成为组长 这时手下来报 他们在山下发现了宋军 原来公孙策回去后听说包拯去了逍遥岛 怕他有危险 就祈求皇上带领宋军进入了逍遥岛 包拯几人被关了起来 包拯琢磨着在一线天际下的影子符号 最后终于被他破解 没错 一二六 方方说 这应该代表十二月初六 他说十二月初六是他们哈维拉族的酒节 包拯通过酒又破解了这其中的奥秘 他们来到隔壁放酒的那个暗道 找到了墙上的钥匙孔 但是可惜钥匙已经被没收 展昭突然想到上次黑衣人在抢钥匙的时候 曾把火堆里的钥匙 在格野勒皮革上唠了一个印记 如果能找到那件皮革 就可以再做一个试钥匙了 包拯想了一个计策 他让赵虎去见布都塔斯 说他可以去劝宋军先退军 布都塔斯正在为此事上仇 就让格野勒压着赵虎去见了公孙策 赵虎把话说完以后 公孙策找到格野勒 让弓箭手点上火朝他射箭 射出的箭把他身上的那件皮革点着了 于是他扔下皮革逃走了 而在暗处的泰雅看到了这一切 他找到方方 跪下来给他磕头认错 其实我用的是苦肉剂 我知道蒙丧子会背叛你 所以出此下策 张龙这时也被关了进来 他是来给包拯送皮革的 泰雅一把抢过皮革 又把方方抓过来当作人质 独眼龙把布都塔斯基手下 全部召集到一起 二话不说就派人点了一个导火索 此时山洞里山崩地裂 地洞山摇 很多人都被砸死 山洞的各个出口也全被堵上 布都塔斯被砸得受了重伤 独眼龙跟他说出了这其中的原因 他恨整个哈维拉族 是他们让自己的军队每个人都有残疾 布都塔斯跟他说出了整个事件的真相 原来布都塔斯 鄂尔高 以及独眼龙的爹蒙索洛三个人本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一起发动了政变 鄂尔高为了积攒实力 就来到了逍遥岛 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吃喝玩乐的一流娱乐岛 攒下了不少钱 最后他让蒙索洛看守这些财宝 蒙索洛看着这无数的金银珠宝 逐渐产生了独吞的想法 其实芳芳之前还有三个哥哥 有一天蒙索洛想要带着这些财宝逃走的时候 正巧被芳芳的三个哥哥发现 独眼龙的爹蒙索洛就把三人全部杀了 后来蒙索洛不知哪根筋断了 竟然非常后悔自己所做的事 他发下誓愿 自己的后代和手下的后代 从此都要带有残疾 后来他和鄂尔高发生决裂 所以才争夺这组长之位 泰雅还没有把芳芳带出去 洞口就被堵死了 包拯把芳芳解救了以后 大家开始利用提格来拓那把石钥匙 经过他们不断打磨 钥匙终于成行了 展昭拿着钥匙终于打开了那个密室 几个人进去以后发现了很多箱子 泰雅对眼前的金银珠宝爱不释手 芳芳这时才明白 泰雅为什么会出卖他 几个人见他才迷心窍 就扔下他逃走了 留下泰雅一个人迷恋着这些珠宝 他想把这些宝贝带出洞外 供自己一人享用 就在他挪动箱子的时候 却触动了机关 而且山洞还发生了爆炸 包拯等人顺利逃出了山洞 芳芳要走了 展昭这刻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心非常难过 芳芳也对展昭恋恋不舍 大家看出了展昭的心思 一起喊出了他的法名 注意看 这是包拯有史以来破过最离奇的案子 皇上因为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差点把性命都给丢了 皇上把包拯和公孙策招到凤阳府 向他们说起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他和蒲公公在一家茶馆喝茶 听到村民谈论起 最近他们这里死了很多人 附近的几个城镇 近一年来死了很多人 而死的这些人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全是被释放出来的犯人 皇上让包拯来的目的就是让他侦破此案 包拯和公孙策来到停尸间 他们一一检查了这28具尸体 发现这些人都是事先被杀死 再放到其他地方掩人耳目 公孙策还查到一个重要线索 包拯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他和公孙策要去监牢假装服刑 以探听虚实 他找到当地抚引徐大人 让他协助他们完成这个计划 两个人被带进了牢房 罪名是偷窃 入监一个月 他们与同坐牢的几个邻居聊起了天 这个书生章因为杀人进来的 这个王小四因为侮辱妇女被抓进来 还有这个陈大胆 因为从军当逃兵而被关进来 这个李郎中 因为涉嫌开要毒死人而被指控杀人 几个人正聊得起劲的时候 那个姓麦的监芋头 呵斥几个人不要再讲话 张龙照虎也入职劳馆进来帮助包拯 他们负责给犯人派犯 这个麦芋头脾气暴躁得很 他对于不听话的犯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上来就是一顿鞭子 犯人们在农田里劳作的时候 张龙报告麦芋头 徐大人要提审包拯和公孙策 两个人对牢房里的几个人进行了分析 他们认为这几个人都有嫌疑 但是张龙说那个最年轻的老管是新来的 自从他来了以后 就开始有命案发生 所以他的嫌疑最大 公孙策说麦芋头的嫌疑也不小 这个嫌疑最大 包拯回想起陈大胆的话 听说他家里人都死了 他认为这个麦芋头嫌疑也不小 徐大人来了以后 包拯问起他麦芋头的来历 徐大人说此人性格暴躁 但是为人耿直 家里十几口人因为洪水全部死了 这时皇上气冲冲进来了 他把襄阳王宣进来以后 就开始破口大骂 皇上气得说着 就把桌子上的茶杯打碎了 并且划破了手 皇上 皇上 皇上说起了此事的经过 原来他今天在后山狩猎 居然被两个山贼用王给捉了起来 襄阳王因为安保不力 才让皇上大发雷霆 两个人又回到了牢房 麦芋头让二人去打扫囚禁室 由张龙和赵虎看管 公孙策看到里面的布局以后发现 包拯推算出 死的这28人应该是按囚禁室里的 五行排列而死 用刀砍死的8个人 刀属金 上吊死的8个人 绳子用植物做的 属木 还有在河边淹死的8人 属于用水杀人 还有四个被烧死的 属火 如果没有猜错 接下来出狱的四个人应该还是被火烧死 徐大人把牢房里的钥匙 全部复制了交给包拯 包拯交代王朝马汉 马上会有四个人出狱 他们要秘密跟踪这几个人 麦芋头把包拯几个叫出来 让他们两个看着怎么抬箱子 他还释放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戴着面巾 就急匆匆离开了监牢的大门 王朝马汉紧跟了上去 陈大胆回来后 开始抱怨刚才抬的箱子很重 上桌有一百多斤 累得他腰酸背痛 还说每个月都要抬好几次 好不烦人 包拯和公孙策 想从几人身上套出更多线索来 书生章开始有点怀疑他们的身份 不肯再说什么 牢房里除了包拯和公孙策 所有犯人提审 等他们走后 公孙策打开牢门 想要去求是再查看一下 就在拿钥匙开锁的时候 突然有人回来 他们赶紧回牢房 在回去的时候 包拯脚下一滑 差点摔倒 两个人赶紧进入牢房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两个牢管巡视了一下 就让张龙照虎先回去 这里有他们把守 两个人接下来又看着箱子 被抬出去了一次 他们正在田地里干活的时候 徐大人过来告诉他们 刚出狱的四个人死了 金木水活已完成四行 就只剩下土了 两个人盘算着 他们即将要出狱 接下来可能会轮到他们 王朝马汉回来 向包拯请罪 他们把人堪丢了 他们看到出狱的 两人进了客栈 就一直在外面等 知道张龙照虎 过来告诉他们出事了 他们四个才进去 结果 张龙照虎说 他们把木箱运到郊区后 便扛着箱子上了山 他们怕被发现 没有跟上去 两人看到附近 除了有一个墓园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徐大人这时慌慌张张跑来 两人想见皇上 询问他的伤势怎么样 但是襄阳王却阻止了他们 两人回到牢房以后 发现被关进了一个囚犯 这名囚犯很奇怪 他头上戴着铁头盔 手上戴着镣铐 被人拉进了牢房 麦玉头说 他是刺杀皇上的刺客 暂时囚禁在这里 晚上 这个刺客用头 不断磕牢房的木头 包拯告诉他 不要再挣扎了 免得遭受疲憋 这个刺客听到包拯的声音 缓缓转过头 眼里顿时充满了希望 他用力地挥舞着右手 这个人不断指向包拯 包拯和公孙策 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指什么 襄阳王来到牢房 准备把铁头人带走 就在他被拉走的时候 右手不断向两人挥舞着 似乎有很多话要说 襄阳王把头扭向铁头人挥手的方向 一看 他没有说话就走了 麦玉头的表情显得很奇怪 第二天犯人们在开山的时候 王小四从山上滚下来 差点被土堆活埋 包拯联想到了五行中途的死法 晚上麦玉头带人把书生章拉出来 带上了枷锁 在他牢房里搜出了一本写着那死亡32人的名字的书本 并指认他就是杀人凶手 书生章大呼冤枉 但是麦玉头不听他这一套 强行想要把他带走 书生章与牢馆打了起来 最终寡不敌众 包拯和公孙策被放了出来 徐大人说书生章已经认罪 他就是杀害那32人的凶手 徐大人解释说书生章被判终身监禁 他恨那些可以出狱的人 所以就全把他们杀了 而书生章的同党在逃走的时候赋予顽抗 全部被击毙了 徐大人说皇上已经没事了 两人赶紧前去问候 蒲公公说皇上的猴头被刺伤 所以说话有些不方便 皇上问包拯展昭去了哪里 包拯说他去了向国寺还没有回来 呃 朕甚是想他 你们下次进宫 想着一定要把展昭带来见朕 包拯问皇上 不是下个月十五就可以见到展昭吗 皇上 您不是说下个月十五正是封展昭为玉猫的吗 皇上吱吱呜呜说他忘了 包拯让张龙照虎带他去找到了那片坟地 他看着眼前的坟墓 似乎心中想起了什么 包拯在街上遇到了牢房里的两个牢馆 故意侧过身躲避 两个人走过去以后 看到王朝马汉在跟踪两人 包拯问他们怎么回事 王朝肯定就是这两兄弟其中的一个 包拯找到公孙策 告诉他谜底已经解开了 他让徐大人把牢房里的四个牢馆全部骗到大厅 他们则进入牢房里的囚室再去查找线索 四个牢馆不明白徐大人为什么要他们在这里等 还是麦芸头心眼多 两人来到囚室 在箱子里看到了火药 包拯说这正好可以对应最后一个土的死法了 火药可以把墙壁炸塌 炸塌之后泥土就可以把人活买 两人刚说完四个牢馆就过来了 包拯直接叫出了四个人的真实名字 你就是他的弟弟丁文杰吧 这两位一位是丁龙义 一位是丁明理 包拯说他去过墓地 看到了四个只有墓碑而没有墓地的名字 应该就是他们四个人 十年前 丁家村附近一座监狱发生了越狱 逃出来的罪犯全部进入了丁家村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丁家村的村民全部被杀了 此时丁文矿道出了真相 当年这些人进入村子以后 烧杀抢掠 丧尽天良 村里的男子全被杀死 女人被侮辱之后也被杀害 他们四个人因为到邻村喝酒才躲过一劫 他们把村民埋葬以后就来到了牢房当牢馆 想要实施他们的计划 丁文矿下面的这一句话 也是当今社会老百姓最大的心声 现今的律法对囚犯太宽大 尤其是对贪官污吏 包拯说那天出狱的四个人 其实是被他们在这里活活烧死的 包拯那天踩到地下 差点滑到的是松枝 就是烧这四个人用的 他们每次把犯人在这里杀死后 再按照五行的顺序造成假象 以此来祭奠村民 那天襄阳王来到牢房 对包拯的表现 让丁文矿起了疑心 所以才把所有杀人罪名推给了书生章 他们最后一步计划 就是利用这些炸药把监狱炸滩 他不想连累包拯 劝他快走 见包拯和公孙策坚持不走 他就想用火把点燃炸药 幸亏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及时赶到 包拯几人要进京了 公孙策因为要去邻村探望一个朋友 他们说好第二天再碰面 包拯到了镇上在一家饭馆吃饭 马汉和赵虎两个人出去闲逛 等了半天也不回来 等他们出去以后才发现 两人已经被抓了起来 赵虎说他们走在街上 看到这个叫杜家的人 行迹十分可疑 鬼鬼祟祟跟踪这个园外 于是两人就跟着这个杜家 走到一个小巷子里 杜家拿着棍子把园外打晕 于是马汉和赵虎追了上去 中途杜家把钱袋和棍子 扔在了路上 赵虎捡了起来 并和马汉抓住了他 但是当他们抓到杜家的时候 这些官差正在附近巡逻 听到救命声就赶了过来 看到钱袋和凶器都在赵虎手里 于是把他们抓了起来 杜家也在一旁喊冤 他说自己一直在前面的酒馆吃饭 很多人都可以作证 他刚出来不久 就被这两个人当作贼给抓了起来 包拯一行人带着杜家 来到他说的那个酒馆 店小二和客人们都说 他刚刚在这里吃饭 包拯问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肯定 他刚才在这里吃饭 店小二说 他刚才在这吃饭 说没钱结账 我还骂过他 所以印象很深刻 原来刚才杜家吃完饭以后 说忘了带钱不肯结账 店小二不依不饶 旁边的客人看不下去要替他买单 但是杜家没让 他拿出一对玉佩其中的一个作为抵押 在回家拿钱 老板还拿出了刚才杜家 抵押给他的玉佩 杜家也掏出了另一个玉佩 包拯一看果然是一对 包拯无话可说 马汉和赵虎被官差带走 包拯让王朝张龙一路跟踪杜家 他留在这里等公孙策 几个人在京城会合 包拯和公孙策到了京城以后 打算先找到王朝和张龙 再破解马汉和赵虎的案子 公孙策发现这次他们到了京城 有一个变化 于是他们两人来到路边 问起一个卖古玩的小贩 小贩告诉两人 自从皇上遇刺回来以后 他把城里所有把守的官兵 全部换成了襄阳王的禁军 据说是为了奖赏襄阳王护驾有功 小贩说三联王不知怎么回事 自从皇上被刺以后 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整日在红翠楼花天酒地 不问政务 公孙策让包拯先去与小蜻蜓会合 他在这里等王朝和张龙 而公孙策在酒馆里 听到外面熙熙攘攘 往外一看 包拯走在半路上 被襄阳王拦住 说皇上要见他 两人去了红翠楼朝见皇上 包拯首先问皇上脖子上的伤怎么样 皇上有些尴尬地回答 包拯 包拯问皇上找他 有什么事 皇上却支支吾吾打不上来 他还望向了襄阳王 襄阳王告诉包拯 皇上要设宴款待他 包拯意识到自己被困在这里走不成了 公孙策来到牢房 他让两人讲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朝说 我被怀疑奸解 甚至可能变成奸杀 什么 没想到张龙也是一样 受害人已经昏迷 可能随时会死 我和王朝 随时可能被改动奸杀 王朝讲起了事情的经过 两个人跟随杜家一路来到城外 杜家和另外两个人碰面骑马走了 王朝和张龙赶紧找来马追了上去 他们俩跟踪这三人一起来到了一个山庄 两人就在外面等他们出来 但是等了两天也没动静 就当他们要走的时候 山庄里却走出来两个黑衣人 他们一路尾随这两个黑衣人 后来这两个人住到了一个叫望林的客栈 赶快把这两位客官 领到地价天价号房去 他们也不知道两个人为什么要分开住 而且是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 王朝和张龙也打算住下来 客栈只剩下两间客房 巧得是正好是他们两个对门的房间 于是两人便住了下来 王朝住楼下地一号房 张龙住二楼天一号房 王朝和张龙住的房间 都在楼上楼下同一个位置 他们房间的窗户 正好对着对面女孩房间的房门 于是两人商量整夜监视 王朝因为盯得太久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了 突然他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了 他看到张龙进入了对面的房间 他说那时正好是三更天 而张龙却说他在三更天 也看到了王朝进入了对面的房间 公孙策觉得很是奇怪 怎么可能同一时间 在自己的房间内看到了对方 张龙说接下来的事 更加让他不敢相信 他看到王朝进入房间后 正在想对女子不轨 当他想冲进房间的时候 却被一棍子打晕 而王朝说 他看到张龙进到房间以后 也在房间耍芒流 他刚想进去却也被打晕了 公孙策问两人看清对方的面貌没有 两人都说只看到了背影 没有看到脸 更为离奇的是 王朝醒来发现自己倒在了二楼的案发现场 而张龙却倒在了一楼的案发现场 而且他们手里还都拿着作案凶起 包拯陪着皇上和襄阳王 试完饭后看歌舞 舞姬退下以后 皇上那色咪咪的表情 就好像没有见过女人似的 襄阳王也不跟包拯卖关子了 他带着包拯来到了另外一间屋 包拯看完却惊呆了 皇上和襄阳王在包拯面前挖掘了三联王一番后就离开了 包拯这时听到隔壁屋传来一阵嘈杂声 他过去一看 一个黑衣人正在拿着一把剑 想要杀掉三联王 包拯认出他就是小蜻蜓 上前把剑夺了过来 三联王觉得很是扫兴 就骂骂咧咧离开了 包拯问小蜻蜓三联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小蜻蜓说就因为一点小小的挫折 他爹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一个月以前 皇上去千刀山狩猎 没想到皇上突发奇想 让贺奔和三联王进行一场比赛 两人先是在奔跑的马上射箭 结果三联王输了 接着二人又用毛枪蓝兔子 三联王又败下阵来 小蜻蜓说从那以后他爹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包拯觉得此处说话不安全 就领着小蜻蜓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 他觉得这次进京很奇怪 第一 京城里驻扎的全部都是襄阳王的军队 第二 皇上和襄阳王的关系现在变得似乎非常好 第三 三联王因为一点小事变成了这个模样 公孙策来到了案发的客栈 他仔细观察了王朝和张龙住过的房间 不过这里已经被官府贴上了封条 殿小二向他讲述了那天看到的情形 两个人手里都拿着作案的凶起 公孙策在确定殿小二就是打羹的人以后 询问他有没有可能两人是被人打婚以后 拖到案发现场 他们还没有把人拖过来 我就已经在这了 不可能的 公孙策在这里找了一间客房住下来等包拯 包拯收到公孙策的信后 马上来到了这里 两人在一起研究了半天案情 也没有分析出来个结果 包拯把这次京城的情况跟公孙策讲了一下 他认为肯定要有大事发生 所以他们决定先回京城 皇上宣包拯进宫 把当年赐给他的免死金牌收了回去 公孙策到红翠楼找到三联王 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不好讲出来 三联王却以公孙策打扰他喝酒行了为名 让手下把他拉下去打板子 而隔壁的房间 襄阳王和贺奔 正在偷偷监视着三联王的所言所行 公孙策被拉出去政要挨板 贺奔正要打公孙策 展昭及时赶到护住了他 襄阳王让贺奔教训展昭 两个人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 小蜻蜓利用自己郡主的身份 迫使襄阳王放掉了展昭和公孙策 王朝四个人被关到了一起 公孙策来到牢房 想在四个人身上再问出一点线索 包拯和小蜻蜓急匆匆过来找他 告诉他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三个人来到案发的客栈 包拯打算来一次案情重现 他让小蜻蜓伴坐张龙 自己则拿起一根棍子站上墨汁 他让小蜻蜓模拟张龙从屋里走到窗户面前 再让他走到门口 公孙策反应过来了 小蜻蜓此时也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包拯解释说 这个客栈的一楼和二楼房间布局都是一样的 只有楼道口这个地方有所区别 一楼那间屋的门窗是靠近楼道尽头的 所以小蜻蜓刚才在窗户那里向门口走的时候 需要向左转 而这一层刚好相反 二楼这间屋的门口是靠近尽头的 如果从窗户走到门口 需要向右转 这时躲在暗处的凶手 如果袭击他 受伤的肯定是后脑 而张龙受伤的是前额 由此判断他受伤时根本不在二楼 而是在一楼 孙策帮一个女子把了一下脉 关门不醒的原因有很多 吃药是不会令他们苏醒的 展昭回来了 几个人找到一间破屋 作为商量秘密事宜的落脚点 包拯认为三联王变成现在这样一定有他的苦衷 他让大家一起配合他 就当他是在演戏 展昭风雨猫的日子到了 皇上在千刀山召集百官 但是到了封赏的时候 皇上又改变了主意 你年纪轻轻 就被刺锋为御前第一带到侍卫 朕怕有人会不服气 所以正想让你在众人面前一显身上 这样才能服众啊 皇上点了襄阳王 三联王 以及贺奔跟展昭比试射鸽子 谁射下来的多 谁就算获胜 三联王因为还未酒醒 上马的时候几次摔下来 皇上让包拯扶三联王上马 包拯看机会来了 微臣 一向不喜欢与窝囊的人为伍 两个人相互配合骂起对方来 最终皇上让三联王退出比赛 鸽子被放了出来 贺奔和展昭互不相让 把剑朝着鸽子射了过去 贺奔相对于展昭 技术上还是差了一点 但是接下来一支剑 从草丛里射了出来刺向皇上 幸亏襄阳王及时拦截 皇上大怒 是谁的剑 襄阳王回答 欺骗皇上 是展昭的剑 皇上一声令下 把展昭抓了起来 皇上没有治展昭的罪 他派展昭去山西抓贼 从而戴罪立功 包拯和公孙策明白了 后面的推手是想把王朝马汉 张龙赵虎 以及展昭五个人 从他们身边调走 从而好开展他的计划 公孙策问了包拯一个关键的问题 据说上次皇上被刑刺以后 就开始性情大变了 包拯说他也感觉出来了 但就是不知道是哪里不对劲 他们觉得皇上 从遇刺以后就变了 还有那个戴着头盔的刺客 他们觉得也很奇怪 此时小蜻蜓过来 给了包拯一张字条 他说是在枕头底下发现的 信上的内容 就是三联王约他们去寄人堂 包拯让公孙策 去查一下铁头人的情况 两人晚上来到了这家药房 开门的人和他对过暗号以后 放他们进去了 掌柜的给两人打开暗道的门 两人进来后见到了三联王 原来这条密道通往的是 三联王喝酒的酒楼 三联王果然是装出来的 他这么做也是出于无奈 包拯 我觉得这个皇上有问题 这个皇上 他觉得皇上不管怎么变 行为举止是不会变的 包拯想起这几次见皇上 确实行为有些异常 更何况自己一直也觉得 他哪里有什么问题 三联王说直到册封的那天 他才确定了自己的判断是真的 真正的皇上顶天立地 浴室不会下成那个样子 三联王猜测下一步 他们就要对付包拯和公孙策了 所以他才这么急找来他们 包拯想出了一个计策 他决定自己陷害自己 把他和公孙策送入狱中 三联王也决定装疯卖傻 保全自己 襄阳王来到大殿 朝着皇上的宝座就去了 他抚摸着这令他朝思暮想的龙位 刚想坐下去 就被丁卫给拦住了 襄阳王不以为然 丁卫劝他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他让襄阳王去劝一劝皇上 让他不要再那么任性 襄阳王找到皇上 让他凡事放尊重一点 此时皇上开始发牢骚 自己无非就是举止开放了一点 又没有做出格的事 两个人一直在数落这个皇上 让他不要太大意 皇上听不了他们在这里唠叨 自己回去睡觉了 三联王的酒友出去吐酒的时候 看到三联王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他急忙大声喊人 小蜻蜓伴坐黑衣人 来到罪犯干活的市场 扔下一枚烟雾弹就跑了 包拯和公孙策 趁着烟雾和荒乱混了进来 丁卫以为是襄阳王陷害的 包拯和公孙策 他对襄阳王大发雷霆 但是襄阳王也不知道是哪里是 丁卫觉得不管怎么样 他们应该抓紧行动起来 但是襄阳王告诉他 我们还差一道调兵的令牌 丁卫怀疑是不是在三联王手里 襄阳王保证没有 如果令牌在他手里 他早就发兵了 两个人又说起了三联王 他们得知三联王早上在红翠楼摔倒 到现在还在昏迷 两人提起了铁头人 襄阳王让丁卫把铁头人杀了 丁卫不肯这么做 说白了 我就想保个性命 你说我不得留个护身符吗 丁卫坐着轿子 来到了一处隐蔽的树林 小蜻蜓一路尾随 悄悄跟在他们后面 他只见丁卫的轿子 在树林里停了一下 就又原路返回了 蒲公公告诉襄阳王 三联王已经醒了 但是他却疯了 襄阳王来到街上找他 此时的三联王剔头散发 襄阳王想试探一下 他是真疯还是装疯 他看到街上有一帮小孩子 就拿出了一些银子 让小孩子们撒尿 然后告诉三联王 那里有甘露泉水 让他去品尝 三联王此时已没有退路 他如果不喝 就会露下 所以他只能当着襄阳王的面 任由那带有温度的尿水 浇在他脸上 幸亏小蜻蜓及时赶到 才把襄阳王赶走 就吓了他爹 襄阳王回去后 跟丁卫说三联王确实疯了 他们大可安心 他让丁卫把铁头人交出来 丁卫却以展昭还未除掉 而拒绝交出他 贺奔压着展昭去山西 半路趁着展昭去小便的时候 打算杀了他 贺奔也是一条好汉 他为了宫廷起见 与展昭一对一打了起来 但是他的武功不是展昭的对手 他告诉展昭 只要他肯求饶 就可以不杀他 大丈夫早把生死支支度啊 要杀就杀 是可杀 不可杀 他见展昭不肯求饶 就劝他归降与襄阳王 展昭接下来几句话 让贺奔压口无言 杀了我 你拆了我 有什么生趣呢 包整在牢房里 听到王朝一句话 让他想起了什么 没想到临死了 也没去到脸上的刺青 包整回想了半天 终于想起了一个细节 我皇上 母亲 他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正在这时 小蜻蜓来到了牢房里 他让小蜻蜓把自己和公孙策放出去 然后跟着他来到丁卫曾经停过轿子的地方 包整发现地下有一片是心盖上去的土 就扒开一看 果然被他发现了问题 两个人掀起石板一看 下面是一个地窖 三个人下去以后 发现铁头人躺在地上 铁头人见到包整后立刻坐了起来 一直用手指自己的嘴巴 包整想了一下问道 铁头人在地上写下了这几个字以后 包整和公孙策马上下跪 皇上 皇上指着自己头上的铁甲 脸上露出痛苦的样子 包整说现在还不能救他出去 因为外面有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在冒充皇上 还有襄阳王和丁卫 已经掌控了大局 现在如果皇上出去就会有危险 他们答应皇上一定会回来救他 三个人回到了小破屋 包整说通过皇上这件事 他悟出了马汉赵虎这件冤案 小蜻蜓不敢相信 他曾经见过一对孪生兄弟和他爹在一起商量过什么 三个人正在百思不得其解 三连王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 三连王也来到了这里 包整说王朝和张龙的案子 他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两个女子是三连王部的局 只要他们现在一醒 真相就会大白 他不明白的是马汉和赵虎那件案子 两个人确实看到有人在抢劫 这个布局好像有漏洞 三连王说这两个人确实犯了案 本来他不想管这件事 最后他想到可以将计就计 于是就把马汉和赵虎抓起来了 小蜻蜓还是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 包整告诉他 三连王怕包整他们遭到襄阳王的毒手 所以制造了这么两个冤案 这样襄阳王就不能再陷害他们了 三连王说 他现在只差最后一步 此时展昭拿着令牌进来了 原来这是皇上在告诉展昭 要册封他为玉猫的时候送给他的 这要赐你令牌一枚 这 你可不要小看他哦 他可以雕东镇的十万进军 展昭说 他之所以能平安回来 主要是贺奔被自己感化了 他现在已经回去复命了 贺奔回来禀告襄阳王 他已经把展昭给做了 襄阳王问他要失守 贺奔说展昭掉下山崖 他已经派人去找展昭的失守了 此时手下报告襄阳王 皇上偷偷骑马出去了 这个贺皇上 因为驯服不了这匹马而感到甭耿于怀 所以他发誓一定要征服他 贺皇上终于成功骑上了这匹马 但是马尔因为失控带着他开始狂奔 手下最终把皇上追丢了 襄阳王听说皇上不见了 大发雷霆 他赶紧带着侍卫们去寻找皇上 贺皇上又被马甩了下来 正当他要找马算账的时候 小蜻蜓和展昭把他架走了 贺皇上跟包拯说出了实情 他本来是一个放牛娃 有一天他领着牛回家 正好遇到襄阳王骑马经过 他立刻闪到一边 襄阳王在经过这个放牛娃的时候 一直在紧盯着他看 当他们过去了以后 放牛娃继续赶路 这时襄阳王又带着人回来了 就这样 一个放牛娃摇身一变就成了皇上 包拯问他脖子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 贺皇上说他这是胎记留下的痕迹 包拯这才明白 襄阳王的用心良苦 他看到假皇上脖子这里有一道疤痕 所以才制造了行刺皇上的事件 让人误以为脖子上这条疤痕 是被刺客刺伤的 公孙策为假皇上吃了麻药 让他三天也说不出话来 然后包拯把真皇上的头盔打开 给假皇上带了上去 一群人开始四处寻找皇上 终于在一棵树下 皇上被找到了 襄阳王赶紧下马问候 他还特意查看了皇上脖子上的疤痕 襄阳王拿着一壶酒 在金鸾殿里喝上了 他以为这个皇上还是那个放牛娃 所以他走上皇上宝座的台阶 与皇上平起平坐 他还说马上要处决那个铁头人 什么 你要杀那个刺客 当然 行刺皇上 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 他让皇上今天留在这里 等到明天就让他退位 他到时候让皇上宣太医进殿 然后宣布他得了怪病 其他事就不用他管了 公孙策找到陆香香 让他帮忙找一千人 在城门外制造混乱 再另外找一百个证人 丁卫晚上把铁头人带到刑场 铁头人都快发疯了 他使劲摇动着身体 丁卫一声令下 假皇上放牛娃人头落地 他还命人将其毁容 丁卫到金鸾殿上拜见新任皇帝 襄阳王自认为大功告成 他让皇上滚到一边去 自己坐上了那个龙椅 这个宝座襄阳王做梦都想得到 如今终于梦想成真了 小蜻蜓来到开封府救人 并说外面有一百多证人 可以为包整公孙策作证 他们没有劫狱 他还说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都是冤枉的 说完他把渡家渡成双胞胎兄弟叫了出来 那两个姑娘喝下解药也醒了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六个人被放了出去 皇上开始早朝 三连王爷赶来参加 襄阳王以他现在封了为由 让皇上把他驱赶出去 没想到 既然王爷有病在身 赐座 襄阳王和丁卫有些奇怪 但是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皇上说他有点不舒服 今天没有什么事就可以退朝了 襄阳王哪里肯干 他提醒皇上是不是还有事情宣布 皇上故意说没有 襄阳王见他不说 就自己来宣布 皇上不吃他这一套 说自己什么病都没有 他见皇上不按套路出牌 襄阳王也急了 因为上前拦襄阳王 他感觉事情有些不妙 跟原计划有些不一样 襄阳王到现在还是没有意识到哪里不一样 他嚣张地指着皇上说 皇上问襄阳王认得他是谁吗 襄阳王到现在还以为这个人就是那个放牛娃 直到皇上把脖子上的假巴痕接了以后 襄阳王才意识到事情不妙 此时赫奔来报 包拯等人求见皇上 襄阳王命赫奔没有自己的命令 谁也不能进来 见赫奔听完他的话没有任何反应 襄阳王大怒 但是赫奔却告诉他 襄阳王此时才意识到自己遭到背叛了 但是他还有一张底牌没有亮出来 就是他的军队马上就要进城了 赫奔却告诉他 进不来 城门已经被一千多人给堵上了 襄阳王让他把人杀了 赫奔告诉他杀不了 襄阳王见大事已去 就持刀想要把皇上干掉 三连王上前护驾 最终收拾了他 襄阳王此时才意识到三连王没有封 他知道自己全盘皆输了 最终他顶着身上的刀走到了龙椅跟前 摸着马上即将到手 却没有到手的龙椅 他说出了自己生前最大的心愿 襄阳王说完以后就挂了